教學檔案 教學檔案基本上是一個 可以呈現老師個人在教學過程裡面 一些成長進步的狀況的資料的會整 怎樣來做呢 我們有好多不同的形式 包含我們下午場有介紹到的 e-properial 這樣的一個製作 也有所謂的資本式的製作 我們製作的方式 基本上跟指導學生做訊息檔案是一樣的 教學重要或者是製作教學檔案重要 我們製作教學檔案 它出來的東西可以提出 我們個人教學一些卓越的證明 但是我在教學的現場裡面 就有好多老師反映說 我的教學時間都不夠了 因為在整個高級這邊 有蠻大部分的學校 他的老師是在班級經營這邊 花了非常多的力氣 然後呢在教學的處理過程裡面 也要從不會帶到會 那跟這個一般普通高中 比較好的一些明星高中 他們的老師教學任務 基本上不太相同 不太相同 那因此呢 到底是我的教學比較重要呢 或者是我要製作教學檔案比較重要 那當然在我們這樣的一個實看的背景之下 兩者都非常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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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的時間 怎樣去做切割 才能夠把兩件事情都做得好 因此呢 我們就必須要有一些策略 化整為例的一個策略 化整為例的策略 然後從0再把它彙整成1 這樣的一個概念 來製作我們的這個教學檔案 換句話說 不是我今年要受評的 我才來做這種教學檔案 這樣的一個製作的過程裡面 你就會發現非常辛苦 而且做不到我們想要的品質 所以這個必須要從1.1D的開始 去做一些累積 再來教學檔案會有一些限制 我們在後面的投影片上 有一個是教學檔案的限制 所以我們這個議題呢 等一下再跟各位玩做一個說明 接著來 叫製作教學檔案的持跟量 蠻重要 有的老師說 我是這個職業類科的老師 我一個學期要教五門課 六門課 這樣的一個狀況 在高級的職業類科 專業類科的老師 常不常見 我相信是非常常見的 因為我第一年 這個教育職業類科的時候 我自己就會排了七門不同的課 一個學期七門 連續了大概兩三年的時間 然後後來才慢慢的狀況 會有一些改善 那因此呢 在目前教育健康的老師 職業類科的老師 他有專業的科目 也有實施的科目 然後呢 我們的學識又非常多元 包含了建教合作啦 包含了日間部啦 夜間部啦 補校啦 不同的一些學識 你要任教的這些科目 學科的內容 都不相同 所以也有可能 你需要備課的資料非常多 我要製作教學檔案的時候 也許如果一個科目 需要一個教學檔案 然後我至少要製作五六五六七個 可是呢一般科目的老師不一樣 比如說我教的是國文英文數學 了不起我一次一個學期 這樣教下來最多散策 高一高二高三 那當然在學校在這樣的一個安排課程裡面 應該不會這麼的一個處理 通常是同樣一個年期 或者是紫化量的年期 在共同科目的一個教學上面 所以共同類科的老師跟職業類科的老師 在這個製作教學檔案的時候 基本上面臨到職跟練的問題 專業類科的老師他的量非常多 但是我們要不要要求職 還是需要 還是需要從這樣的一個教學檔案裡面 去展現我們的教學專業 但是這個共同類科的老師 也是一樣他們一樣製作這樣的一個教學檔案 但是這兩者之間 我們怎麼樣判斷 一位這個共同科目的老師比較好 或者是專業類科的老師比較好 因為這個就牽涉到職跟量的一個問題 職跟量的問題 再來 單一個科目資料眾多 檔案中要放些什麼 單一個科目資料非常的多 比如說我今天教的是 以我以前教的資訊科 然後呢 假設呢 我教的是基本心概論好了 或者是我教資訊基礎這樣的學科 那這樣子一門課裡面 各位老師已經在教學的過程裡面 你自己就發現了 從這個 教學計劃開始 我們開始上課的時候 就要填一個教學計劃表 教學計劃表 教學計劃表 教出去了 然後教出去之後 我們還要跟學生去交代一些事情 然後建立班規 那這個建立班規不只是一個當老師的任職者 每一個老師進到教學現場的時候 基本上他們都需要做班級經營的工作 都需要去做這些工作 怎麼樣讓他的學生 他上課的學生 能夠很這個 把他上課的內容很順暢的傳遞給學生 讓學生能夠學習到他應該要學習的東西 這樣的一個議程 這樣的一個班級的一個管理的一個議程 它就是一個班級經營 那這樣一個班級經營 有別的一些資料需要介意有的 包含了學生的一個名測 然後學生特質的一個了解 接下來呢 我們的這個教學的一個課程 那當然一些比較普通的一個科目 比如說電子學啊 教電子學這樣一個類的 外面有很多的教材或者是教課書 但是呢 有一些比較稀有的這個課程 比較稀有的課程 他就沒有教課書了 包含我們現在高級群座課程裡面 有非常多的校定課程 那這個校定課程 外面可以不會買得到參考書 也許會 也許不行 那因此呢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老師就必須要自編教材 自編教材 你又有自編教材的一個任務 這個自編教材 還不能把一個教材用了四幾年 現在跟以前不一樣 我們以前的老師 一個教材大概可以用個五六年 但是呢 現在沒有一年更換一次 尤其是資訊科的老師 沒有一年更換一次呢 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我那時候 在任教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兩年 就一個論題 因此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呢 資料是非常非常多的 資料非常非常多 怎麼樣來展現老師的專業 比如說 我 比如說 我個人在家裡面的衣� 一大堆衣 就跟各位老師的教材檔案 你手邊 或者是你可以搜集的資料 那麼一大堆 但是呢 我今天要穿什麼衣服來 跟大家來見面 那它的意思就是 我的教材檔案 要放什麼樣的東西 來呈現出來給大家看 是同樣的意思 我不可能把我家裡面的衣� 全部都搬過來 然後告訴各位 我就是這樣一個 穿著的一個style 我必須要在很精簡的一個 空間跟時間的一個限制之下 然後展現出我個人的一些 這個品味也好 風格也好 因此呢 檔案裡面到底要放什麼樣的東西 那就是看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假設我的目的是什麼 假設我的目的是什麼 這是我一個目的是什麼 也要接受我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接受評鑑的話 就要接受評鑑的話 各位就務必看清楚 它的評鑑指標是什麼 評鑑指標有的 你教學檔案裡面的東西 就必須要服務這些 必須要評鑑的這些項目 但是如果你是要證明自己有所成長的 那它的內容放的又不一樣 我們可能要放第一年的時候 我教的時候 我的字典教材講什麼樣子 然後第三年我教的時候 我的字典教材講什麼樣子 它中間做了哪些的調整跟概念 那我成長了些什麼樣的內容 因此呢 這些不同檔案的目的 它裡面的內容思維通通不同 因此這是一個檔案中 到底要放什麼樣東西的 這樣的一個議題 再來增加不同學科屬性老師 間的教學檔案如何比較 我們說教學檔案不能比較 不能比較 剛剛有一個非常明顯的一個例子 就是共同科目跟專業內科的老師 但是即使各位想想看 您如果是一個職業內科的老師 您在課裡面假設有六位七位 甚至十位十幾位老師 那麼你們的教學科目不一樣 不一樣可不可以拿來比较 橘子跟蘋果可不可以拿來比较 雖然橘子跟蘋果同樣是水果 但是橘子跟蘋果還是不同種類啊 還是不同種類啊 我們只能用一些非常基本的指標 比如說甜度 這些基本指標來去做一個評量 但是它可不可以代表這個蘋果到底是好的 或者是橘子比蘋果好 或者是蘋果比橘子好 可不可以這樣比還是不行 各有優缺點 各有它的長處 所以呢 它是不能做這種 這個90分 這位老師90分 那位老師89分 是不宜做這樣的一個比較的 不宜做這樣的一個比較的 那這種比較精確的 這種數字 數量化的比較是不宜的 但是還可不可以比較 當然可以比較 那比較的規準是什麼 我們有這個 有一個 這個概念各位可能比較清楚 就是 內行的看門道 外行的看熱鬧 有一些 這個表面性的上路的一些指標 那這是外行看熱鬧的一些指標 但是呢 內行的比如說 同樣內科的老師 他可以看我們的教學內容 到底正不正確啊 是不適當啊 這些問題 就呈現在這種內行跟外行之間 一起來共同形式的教學檔案 他的這個 他的品質到底好不好 再來就是 教學檔案的評鑑者 需要有哪些認知跟能力 一個教學檔案的評鑑者 我們都知道 我們在平良人的時候 會有一些 不理性的地方 這個不理性的地方 當然不見得 這個每個人都能夠刻薄 比如說 我們在評量人的時候 各位今天如果 八一的問君 各位 讓各位評量一下 您旁邊的老師 或者是您科裡面的某一個老師 他的一個表現如何 各位 五四三分一讓你選 五分是最高分 一分是最低分 各位會選什麼 第一個 最多的選項是四 相不相信 再來大概就是三跟五 最好的跟中間的 那這種效應稱為什麼 這種效應稱為 這個肯定效應 一般來說 我們這個 在教育現場的老師 教了幾年之後 就會變得比較人氣一點 然後呢 就會開始肯定學生 肯定老師 然後希望他有一個正常的方案 這種是好事 這種效應叫做肯定效應 偏向正向的 這個是一間考試 在教育現場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叫屈中效應 屈中效應 也就是說我們會取中間的 不會跑到最高 不容易跑到最高 你說 學生考試 不容易 提分100 如果是身分題的話 如果是身分題 讓學生來做答 如果今天給各位的測驗是 請各位抒發您個人的一個教育 那我拿回來之後 我要評分 我容不容易 給各位100分 假設滿分 100分的話 容不容易 不容易的 有沒有 那這樣的一個效應呢 又成為屈中的效應 那還有 還有好多好多不同的效應 比如說 威望的效應呢 這位老師 是在我們學校 是一個Leader 領導者 那大人他做了一些事情 你們非常的佩服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 威望的效應啊 會有一些手音的效應啊 或者是平音的效應等等 好 不同的這個心理因素跟 這個都牽涉到一些 個人心理學 大眾心理學等等 組織心理學不同的 一個層面的一些問題 因此呢 你要去評鑑一位老師的 一個教學檔案 不是隨便所有的人 都可以來評的 如果今天隨便所有的人 都能夠來評的話 那就危險了 因為剛剛的一些效應 如果不能排除的話 那麼 出來的結果是不客觀的 即使這些效應 通通排除了 在整個層 評鑑的程序上面 也會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 今天我要讓各位自己 評鑑自己的這個 這樣製作出來的檔案好不好 這個要自我評鑑對不對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各位想一下一個問題 就是 當我要評鑑自己的時候 我 第一種程序就是 我憑著 對我自己個人的一個知覺 跟偏好 我來自己下一個分數 那這個出來的分數 比如說我今天覺得我做得不太好 我5 4 3 2 1 我把他自己打在3分 但是真的事實是這樣嗎 也許你的資料檔案拿出來 也是全部老師裡面的 聽法在哪 對不對 檔案 那有些老師覺得 我這個已經做得非常好 我偶心力學 我給自己5分 可是它攤開來 基本上還是非常普通的 因此呢 這種狀況之下 變成說 教師個人的知覺 他在評量分數的時候 這個 對自己換裝的老師 也許會對別人換裝 也許會對別人嚴格 但是相反的也存在這樣一個狀況 那這是自我疼見的時候 第一種狀況 第二種 如果要比較客觀 我也許可能 就是這個 大家的答案全部都攤開來 全部都攤開來 比如說我們在座有50位老師 那所有老師的答案 通通攤開來 我們攤開來完之後 我們瀏覽過一次 然後再來下次我判斷 我應該得幾分 這樣的一個程序 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種思維 這樣的程序 基本上這個有好一點嗎 也許也有他的忙點在 第三種呢 他是 攤開來之後 所有的老師 都對你的這個卷宗 或者是對其他人的卷宗 一一來說 你他的優點是什麼 他的代感性支出是什麼 通通這個分析完了之後 我們再來做評價 這樣一個結果 原本更好一點 不一定更好 為什麼 因為沒有可能受了其他人的影響 但是這些影響到底是正面的 負面的很難評估 所以不同的程序 不同的人 不同的這個能力的人 來評教學檔案 都有他的一些需要注意的議題 因此 來評教學檔案的人 他應該需要接受訓練的 需要接受訓練的 並不是說街頭訓練就是來上一門課 然後各位回去就一開始批別人的東西 每個部分還是有待上去的 我個人認為 那製作教學檔案的名字 他不是一種作為檔案或資料家 他也不是一種簡貼物 但是呢 我們很多人都把說 很多人都擠在一起 因為這叫教學檔案 然後再來呢 我要跟各位說明的就是下面那個框 不屬於自己的東西 不要放在教學檔案裡面 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不要放 我們在剛開始批動教學檔案的時候 很常看到老實在教學檔案裡面 放好 放教科書 要放這些外面市售的這些 這個 皮革 教科書 這些東西都不是你的 它不能證明你在教學的時候 教會有多好 不能證明學生在你的教學之下 他們學習有多好 這個 教科書 或者是外面市售的這些東西 它很多只是一個 輔助你教學過程裡面的一個工具而已 它並不是你的教學的一些成果 所以不是這種設定範圍的東西 我們都把它拿掉 因為它基本能有某些的一個 我們需要的一些作用 然後它也佔了很多的空間 再來 決定教學檔案內容的因素 第一個 目的是什麼 剛剛有提到 你要接受評戒嗎 你要展現你的經過嗎 你要向外證明你的績效嗎 這個不同的目的 製作的這種教學檔案的邏輯不同 這個思維不同 選進來的材料也不同 再來 機構組織的文化 學科領域 這些都市 這些都市 比如說 比如說 今天我們學校要 資訊科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特色 那就是我們資訊科裡面 要做一個什麼 教師的對話 就是一個現在是教老師 學習社群 我要展現我們這個 資訊科老師這個學習社群 它的一些貢獻跟成果 那也許我的某一個主題之下 我把它切割在幾個部分 A部分是A老師 B部分是另外一位老師 C部分也許是另外一個 T或者另外一個老師來做 那我透過這個科裡面 老師的力量的一個結合 來呈現我們科裡面的一個 這個專業 在學科裡面的一個專業 這是一種不同的 這樣一個思維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我 他接受文件了 所以我必須要通顯出 我個人的特色 因此呢 每一位老師他必須要 針對自己 教學的內容 去做一些負責 那這次又是不同的思維 看你要採取什麼樣的一個思維 那當然學科領域也是同樣的 然後再來 這個老師所屬學校要求的內容是什麼呢 還有個人的一些風格 那藝術類的老師就明顯的 跟這些理工類的老師 在整理資料的時候 會有不一樣的思維 跟不一樣的結果出來 這個我們都已經看到了 這樣的一個現象跟結果 那再來呢 強化教學檔案的一個方向 第一個 撰寫的時候 最好能嘗試 壽品項目資料的一個分配比例 如果是要記錯評鑑的話 自己也要留意 比如說這個項目的權重是一 位項目的權重也是一 我們就不能在這個 一項目裡面 少少的另外一個 非常的多 然後就會變成說 他的那個 那個 權重不相等 那資料少少的 那個分數就不太會高了 那再來呢 關注重要泥肉 跟不適當誇大內容的修整 而不是細微處理的修改 也就是說 重要泥肉的地方 我們一定要把它補充上去 然後呢 太誇大的地方 我們記得把它拿掉 這個不要出現在 我們的教學檔案裡面 為什麼呢 我們在評鑑一件事情的時候 或者在看一件事情的時候 各位都清楚 從單一資料來源來評價 某一位老師 或者是某一件事情 做得好或不好 是危險的 今天 我們曾經 這個在以前 去學校評鑑的時候 遇到一個問題 然後學生集合起來 然後其他老師 什麼 這個舞蹈員都出去了 不然在這裡呢 就跟評鑑委員開始聊天了 聊天呢 聊到一半 這個學生 就蹦出來一句話說 我們老師習慣這個 拿著菜來到學校來 OK 好 這樣一句話 聽到評鑑委員的耳朵裡面 他對這樣的一個老師 這個學校的老師 或者這個學校的一個 組織氣氛做出來的感想 他根本可以這樣去寫 他的評鑑的評語 意見 不行 不行 那他要怎樣處理呢 他通常會做資料的三條矯正 比如說 我們就把行政人員找過來 了解一下 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是他只是把東西帶過來 然後下班了以後 就是四五點 他出去訪問市場 到醫院 把這個該買的東西買 買一買回家呢 或者是什麼樣的狀況 或者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電視上報導的 就是這個老師在課堂上睡覺 有沒有 看過這樣的新聞有沒有 有 那這是一個不應該的狀況之下 老師竟然在教室裡面趴著睡覺 然後學生鬧轟轟的 那這是一種現象 到底老師做的對不對 其實呢 我們那則新聞裡面 老師是被冤枉的 這般被冤枉 因為那是下課時間 老師因為太累了 所以他在 那個 他覺得跑到辦公室 再不回來 那個 中間的時間買不起 所以呢 他就在一個教室裡面 做著休息 那因為他實在是太累了 所以他就趴著 然後呢 學生就露下來 然後就上媒體 因此呢 當然方便的資料 沒有辦法去做這個 這樣一個評断 我們必須要做 這樣的三條校正 跟我們在念書的時候一樣 看那些事情 叫做資料的三條校正 因此 這個 在 如果你的檔案資料裡面 有一些誇大或不實的地方 那一定會被找出來的 一定會被找出來的 因此呢 我們不需要去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尤其我們在交流的生涯裡面 那是我們的 那是我們的 不僅是職業 也是我們的制業 我們在這個工作場面裡面 要一旦二十年三十年 甚至跟長久的時間 所以這樣的事情 我們是監案的 那再來 提醒在立正檔案中 每個聲明都應該有具體的一個證據 來支持他 來支持他 好 再來 強調立正檔案 不只是專業表現的記錄 而且是提供個人表現 以詳細的證明 還有找出建設器的方法 來改進這個立正檔案 活入的部分 然後定期更新相關的資料 這是從這本書裡面 得出來的一些 這個強化檔案方向的一些概念 那這後面兩張圖語片 是非常硬的東西 我在這邊也不打算 跟各位介紹裡面的東西 那這兩張圖語片 基本上就告訴各位 所以教育答案 它不是提供而來的概念 它用非常多的理論期出來的支持 包含了信仰學理論 古靠普通論 還有多位的做宗學理期 剛才的一個多元智慧的一個理論 那這個部分的理論 就是這些技術 打開比較輕輕的淡過 接下來教育答案的模式 第一個是showcase 就是說最簡單的一個理論答案 它們的 這個最主要的務必只是 要來展示 答案製作者 它們最佳的一個品質 就是說 我教的事情原來 我最得利的是什麼 比如說我把學生 從什麼樣的程度 拉到什麼樣的高度 然後呢 在這幾年裡面 有哪些個這樣成功的個案 諸如此類的一些成功的案例 我要把它展示出來 展示出來 我們就用最佳程度的一個檔案形式來呈現 再來一個就是我要展現的是 我今年跟明年 也就是剛初進來我學校的時候 跟五年之後 我的一個成長進入的狀況 又是另外一種 那這個是一個描述 答案製作者 他在知識技術成長的一個過程裡面 他怎麼樣去做一些處理 怎麼樣去做一些清淨 他有一些例證 有一些經驗 有一些想法感想 然後把它整理到這些商品答案去 接下來呢 還有一種是 歷程或成果 那這次你適用於一項計畫 來實行過程裡面 各自來發展的狀況 比如說 我今天要推展這個什麼 這個 兩性的 兩性圓名的一個議題 或者生育教育 那我的生育教育 在學校裡面推展的時候 有生育教育的一些實施計畫 那在開始的時候 我要做什麼 中間的時候 我做了一些什麼 然後最後的結果 我得到什麼成果 這樣子是一個 這個歷程的成果的一個檔案 歷程成果檔案 這是第三種 第四種呢 是一個這個 反省的檔案 反省的檔案 它對主要就是對個人 或作品相關經驗的一個反省 因此呢 這類的檔案 就比較像一個日記本 或者是一個解憋物理的方式 來做處理 再來 還有好多 這個不同的一個檔案形式 這是在教學檔案的模式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的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 教學檔案模式 不過呢 我們這邊整體的應該 是嗎 對不起 按錯了 我們在整體的時候 現在各位老師需要的應該是 就是中間的這個 倒數後面兩個 一個是教學檔案 另外一個是認可的檔案 認可的檔案呢 一般來說 也被稱為 貧賤接受貧片的檔案 接受貧片的檔案 我們現在可能需要去處理的事情 是後面兩個 後面兩個 那這個 教學的一個檔案呢 它是呈現的 是個人的教學的特色 因此呢 裡面會有一些 個人的教育的哲學裡面啊 課程大綱啊 這些內容啊 這些內容啊 學生的作品啊 然後學生 對我的教學的滿意度啊 這些不同的這些內容 這個是 教學檔案的一個模式 教學檔案的一些特性啊 教學檔案的特性 包含了幾個 這個不同的色情 這邊提到的 十六個 目標 就是要回歸 反省 充實 真實 合作 互動 結構 發展 個別 選擇 跟慢路 這幾個特性呢 其中有一些特性是非常 性質非常類似的 比如說 合作性跟互動性 非常類似的一個概念 所謂的目標性就是 我必須要有目的的來 組織我的這個 這個 教學檔案 有目的的 剛剛有號 有目的 再來就是回歸性 所謂的回歸性是 裡面 這些內容整理出來之後 要取得別人的回歸 別人包含什麼 包含同儕 包含學生 這些不同人 都可以給你一些 製作教學檔案 他怎麼樣去改進的 這些建議 那你的回歸 除了教學檔案的回歸 那你的教學的一個回歸 也非常重要 再來 反省性 它是一個 造勢個人的一個問題 我們通常是 一路往前衝 我們的教學的過程裡面 是一路往前衝 一路往前衝 但是呢 這個反省性是 教我們 要停下來 往回看 回去看看 我那時候的俗名 到底適不適當 比如說 今天我在做班尼經典的時候 假設這個學生 危害的效果 我到底要讓他留 或者是讓他轉校 我讓他轉校 留呢 有留的好處 留呢 有留的缺點 但是呢 轉校有沒有會對學生好 這通常是老師的一個 在教學現場一些兩難的問題 比如說今天學生告訴你 老師你借一些分數給我 比如說我59分 你借一個分數給我 讓我可以拿到這樣一個學分 讓你借還是不借 我們當老師的 也許這個 比較年輕的老師 他就是說一 就是說二 就是不借 或者是我跟學生打了一遍 我借 但是呢 你 教學久 你就會發現 要看情況 有些學生呢 是慣性的 他基本上就是 這個 需要 就是 查看跟老師做怎樣要求 但是他 基本上 沒有什麼能力 可以 可以來去 這個實踐他的一個 承諾 那有一些呢 他真的是意外 比如說 他又會什麼樣的關係 所以他臨時 沒有辦法 這個 平安的時候 沒有辦法表現得很好 這種狀況之下 你也許可能 可以給他一些 這個比較寬容的 一些處理 讓他去 這個 教一些報告 或者是另外考試 來做這樣一些 免補的工作 因此呢 這種 這個 反省的一個 工作呢 就是 能夠提供這樣一個 這個功能 再來 充實性 你這些東西 要非常充實 不能是很空洞的 如果你空洞 就展現不出 個人的一些 教學商品的成果 跟價值 真實 剛剛有提到 這樣的問題 那合作呢 合作 裡面的東西 是要合作跟互動來的 那互動跟剛剛回饋的地方 也有點相關 也有點相關 那這個 合作就是 我們在教學的歷程裡面 一定要有一些合作 比如說我跟學生合作 可以學會怎麼做 那麼 各位知道 評量裡面有一種評量的方式 叫做 通財評量 然後 學生可以互相評分 學生互相評分 那 或者是我要 評學生分數的時候 我這個標準 有時候 必須要跟學生 取得共識 取得共識 比如說 我剛開始上課的時候 我需要跟學生說 我怎麼樣來評 這學期的一個努力 包含了這種 譬如說 日常考察 佔百分之多少 定期的考察佔百分之多少 然後日常考察 為什麼考察你呢 是完全用 測量評量的分數來定期的分數呢 或者是我會依據 什麼樣的一些規則 你有沒有違反這些規則 我來作為加減分呢 那這些內容 你必須要跟學生去 有一個溝通 有一個溝通 那麼才不會在 最後面結果的時候 我們常常看到一種狀況就是 先演講的時候 沒有問題 那後來 我因為被評不及的 我的分數是59.1 好 然後我開始就反映 有些問題 好 是不是那程序錯啦 這個什麼不公平啦 常常會有這樣的狀況 我們都在這個 學校明天的時候 已經會有這樣的狀況了 那怎麼辦 那到底是誰錯了 也許在程序上面 在某種目標準上面 不公平 但是 老師已經在課堂上課之前 跟你講過了 溝通過了 我們就是要這樣做 我們也取得共識了 你當時沒有滿對 你後面滿對的是沒有理由的 當然老師有錯 老師要改啦 但是這種程序上面的一些問題 基本上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可能需要一些合作 然後還有跟學生去做一些互動 那麼裡面呢 必須要有結構的 不能把所有的東西 可能散亂通 我們放到一個資料夾裡面 不能這樣做 必須要很有結構的去做 發展性就是 你必須要能夠隨時去加入 某一些需要加入的素材 隨時加入一些需要加入的素材 這是發展性 所以你剛開始不能拿一種 40頁的資料夾就固定住了 或者是一個筆記本 後面的書背是封住的 那種就沒有一個可以擴充的 那我們通常的習慣就是 我們通常如果做資本式的 我們會建議就是用那種資料袋 然後用活葉式的 這樣放進去 插進去比較適當 那就會比較具有發展性 然後個別性就是 每一個人做的東西都不一樣 即使同樣是資訊科老師 同樣是國文科老師 他做出來的教育答案 都有可能不一樣的期待 選擇性比率的東西 是必須要經過選擇的 必須要經過選擇的 然後的脈絡 跟你的整個教學的脈絡是相關的 從你剛開始進入職場之後 你的教學語念是什麼 然後你做了是什麼 他基本上展現了一個特色叫做 我說了什麼 我做了什麼 我呈現什麼 是一致的 我說了等於我做的 我做的 等於我呈現的 這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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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脈絡心的 這個也是我們在一般學校裡面 常做的一個品質管制 這種ISO認證 我們記得當然就是做這個 那教育答案也有這樣特色 接下來教育答案的一個呈現方式 包含了這個 此本室 還有我們電子室 然後這個電子室 我們下午有兩個場次 我們要的時候 我們跟各位來做一個仔細的說明 我今天的焦點 就把它放在上面 值得是 也許各位對電子室的 並不是我的手下 你可以從這種 值得是有開始 那這個值得在製作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困擾 做了一個困擾 什麼困擾呢 我們今年做了一個教育答案 假設你有五個 我做了五個 明年再加同樣一個客戶的時候 你再做五個 你們家是豪宅 所以可以放得下 但是呢 我們家是豪宅 我們家放不下 遇到這樣一個狀況 我怎麼樣來應應這樣一個問題 這是值本室的一個 這個教育答案 它可能面臨到的一些問題 當然裡面的東西 可以放一些著作 照片 報答 書面文字 甚至呢 我常常在跟學生指導 去做學習檔案 或者是這個實習檔案的時候 就跟他們提到一個概念 就是 不一定全部都要用電腦打出來的 用電腦打出來的 第一個 它好看 它也能夠展示你有一些 這個美學的概念 還有一個檔案處理能力 但是在我們教學現場裡面 在我們學習的過程裡面 有好多好多狀況之下 是突發的 突然的 我突然想到一個概念 突然想到一個概念 那我也許隨手把那個便利貼 寫上 然後把它貼上來 這種狀況好不好 不是一件壞事啊 它不是一件壞事啊 並不是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在電子化 我們這些東西也可以用掃描 那不一定要全部都用打字的 對不對 這是一些人在檔案製作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關心的 或者是處理的這些議題 那整個教學檔案製作的過程裡面 包含一起的程序 第一個 我尋找這些證據 所謂尋找證據就是 我的素材我通通收集起來 假設我今年真的沒有時間 在教學的過程裡面 我真的是非常的累了 學生 管教學生已經花了我80%的力氣了 我20%是用來備課 跟學生去做一些指導 我頂多只能擠出來 至多5%的力氣來做這個教學檔案 那也許第一年就做資料收集的工作 資料收集的工作 可能就不需要準備一個資料會 然後呢 依照這個學期剛開始的時候 你的那個教學計畫 然後學生的這個 學習的歷程的東西 你的教材 分別別類的 把它通通丟進去 第一也是先做才能夠工作 第二學期才開始去 把它做一個這個會整 做一個會整 然後去激進你的教學檔案 再來就是做計畫建構 然後評鑑你的那個教學檔案 到底做得好不好 那後面就是使用結果 使用結果怎麼樣用 當然它可以接受評鑑用 它可以用來展示我的績效用 它可以用來做青年傳承用 它可以用來好多好多不同的應用 這是教學檔案做完之後 它後面會有一些可能的這種結果使用 我們比較反對的就是 做出來之後就放在櫃子上面 那個是好奇沒錢 我們學到評鑑的時候 通常是長成這個樣子 所以評鑑結束 評鑑報告出來之後 評鑑報告就放在櫃子上面 有點是沒有用的 那這樣你的評鑑 基本上沒有用 沒有用 我們教學檔案 不管是要不要評鑑也好 做出來後面一定要用它 一定要用它 那這個用它 我們可以明年再回去看一下 我們去年這支教學檔案 我告訴你哪裡教得好 哪裡教不好 我可以怎麼樣感性 我也可以節省一些 這個備課的力氣 以前我們每年都要留意一次 重來一次 但是我收集到這些資料 新的年度的時候 我在做這些東西 我就可以再節省力氣了 因為我有這樣搜集的這些資料 那就是在整個教學檔案製作過程 那整個程序跟剛剛是一樣的 那這個就跳過了 再來 教學檔案入 我們可以做這個教學企劃 活動設計 學習單 學習單就是跟學生平安的那個 測驗券或者是它的那個操作單 這些都是你的學習平安 那接下來就是可以做一些活動照片的一些整理 活動照片 那還有學生的一些學習資料 還有教學的雜記 這個教學雜記呢 你可以 如果你文筆好一點的話 你可以用非常書情式的 然後去寫一段話 非常改進的 可是呢 如果我是非常理性的 我只有五四三二一那種 那可不可以做這種教學雜記呢 還是可以 比如說我們立即的規準 然後去做一些自我的評科 我到底這樣做得好不好 我這樣做得好不好 然後最後做一些總結等等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剛剛的 Checklist 的這樣的概念 再來 教學資料的檢討跟建議 還有我們整個省思跟回饋 就是 教學檔案的路 我們可以用自動這個方式來做 那我也可以把學生的學習檔案 為基礎做我個人的教育檔案 如果你教的班級不多 如果你教的非常地單純的話 那這些東西是可以思考的 那這個是我個人在這個 在北特大的時候 接受評鑑的時候 我整理的這種教育檔案 那時候呢 我們所有的老師 也有拿去做一個一次性的一個參考 就整個計畫目錄 就整個個人的教育檔案目錄裡面 我是這樣編的 第一個就是教育計畫 包含了目標能力指標 我的進度 然後我的平常標準 然後參考教材等等 接下來就是自動教學的內容 因為在大學裡面有 在研究所裡面有好多客戶士 也有講過書的 那這些東西 你需要做一些自動教材 那我給你教材是什麼 然後包含學生的作業 學生的作業 包含自動的作業 跟清改的作業的機器 然後呢 教學評量的紀錄 我怎麼樣評量學生 我給學生哪些回饋 那我在學生的作業裡面 有哪些評語 有哪些註解 這些東西我還收集過來 再來 學運到一些清理 還有教師 評鑑 學生評鑑老師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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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高中子都常不常見 不常見 為什麼不常見 那到底學生評鑑老師 有沒有他的效果 或是效益 到底可不可信 我們也許在擔心這件事情 就是學生的年紀很小 很小 他會因為老師給他演 所以我老師評鑑率比較 對老師評鑑率比較嚴 那老師跟他們是哥兒們 然後呢 這個 形容一家人 然後所以我就給老師 給觀眾的分數 也許會有這樣一些影響 所以呢 在高級教育現場裡面 看到這種學生給老師評鑑的這種 狀況是比較少 但是有學校在做 有 可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最近幾年 教師的專業發展評鑑 開始推廣之後 有很多的高中子的學校 開始了學生評鑑老師 這件事情 那如果個人的經驗 我在這個 北克大公園 每學期都要學生評鑑老師 其實像我這樣 這個 在教學現場之前 每次 如果我這個 看到學生的一個評鑑分數之後 總會有一些心情上面的起伏 我想 不管每位老師都一樣 有些學生會給你評鑑好的 有些學生會給你評鑑好的 有些學生會給你一些 這個評鑑不是那麼好的 當然我們在整個教學的過程 評鑑會受到一些影響 那整個評鑑程序 會不會影響學生評鑑你的這種 怎麼樣來嚇你啊 或者是 譬如說今天我要期貨考了 或者是我要隨便考考了 隨便考考之前 那個 發下一張這個回歸單 請你們寫一下 對老師的建議或者是感謝 那你如果是學生 你會選什麼 還是謝謝老師啊 就是不會去批評老師 因為老師還沒有打分數 還沒有評量他的總分出來 我怎麼可能對老師不敬 因此呢 可能就會有這樣的問題 那學生給老師評量他的時間點 他的程序 到底老師該不該在場 如果老師不該在場的話 誰來做 那他的時間點是在 這個期中考過後 或者是期末考之前 或者是期末考之後 他有不同的一個考量 那這是學生評論老師的 另外一個衍生出來的問題 因為我們學生評論老師 在目前的教育現場 或高中期的一個 教育專業發展的推動過程裡面 我們看到有一些學生正在做 然後應該有作業的評論 可以跟自我行施的一個記錄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資料檔案的一個目錄 有這些 再來我個人的一些社會經驗 那如果是這個班級經驗的 班級經驗的檔案 如果你要把它獨立出來 如果你是導師的話 你也許可能再多加一個 這樣的一個班級經驗 那這些裡面的內容可以來充實 再來 教育檔案成的例行是 有些是用時間順去 比如說我第一個月 我的內容是什麼 第二個月發生了什麼事情 內容是什麼 要教育單元是什麼 這是一個時間區 再來是依照主題內容 所謂的主題內容呢 就是這一區叫做教學計畫區 這一區叫教學實施區 這一區叫做平良區 這一區叫回饋區 這種是主題式 那不同的時間 我們當然就可以 我們面子相同的東西 那還有就是用這個科目或單元 來整理 如果招了五個科目 那我們就用這個 嗯 前面一段是電子學 然後是電子學習習 然後是資料 這個計算機概錄 這個資訊技術 我可以用他的檔案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那 我也可以依照一些這個 不同的一些邏輯 來得出 這個教學檔案 然後呢 建議就是 每一個教學科目 要做一個科目教學 我們就要示範 然後每一個教學檔案 來封面 封面 封面裡面 是想要出現一些訊息 像做教學科目 學校 然後挫折 我們資料收入期間 為什麼呢 先資料收入期間 因為呢 剛剛有跟各位報告 我們家是豪宅 我們沒有 沒有那麼多空間 去處理 這些東西 所以我認可了 在北科這邊 大概十年的時間 我的教學檔案 多不多 我的教學檔案 記錄上 每一個教學科目 只有兩個 兩個資料講 一個呢 叫做這個學習正在教的資料講 這個學習是他教的 一個呢 是歷年的 那個歷年的呢 就是 今年我教過之後 我就會把今年 比較精彩的 跟去年不太一樣的地方 把它放進去 它就可以呈現我 比如三五年來 我進入的狀況 我最精彩的表現都在那裡 那個 那個資料講 我使用這樣方式 然後就處理 給提供用了一個採討 然後要有目錄 目錄要有目錄碼 目錄碼 目錄碼什麼時候給 不是剛開始做的時候 這個就是第一頁 沒有就是第二頁 再來就是第三頁 這樣的方式 就好像我們的那個固定詞 那種資料講 一樣的概念是不好的 所以如果你要有頁碼的話 那麼是要接受評鑑 這些東西在你那邊嗎 不是剛開始就有這樣的一個面碼 然後最好是有鎖影 所以各位有沒有看過 那個資料夾旁邊有拖出來的 那個部分是鎖影比較好的 那種處理方式的 再來分類的項目要合理 然後有系統性的去呈現一些內容 然後還有必須要先有一個人 一兩頁的一個加速個人檢介 還有對該會的加速委員 那這樣也當然必須呈現一些 這個可以證明的文件 然後每一個文件呢 最好都會加速日期 我們常看到一些沒有 受你的資料沒有日期 那我都會懷疑說 這次十年前的東西呢 然後是這個上學期 剛發生的事件呢 就會產生這個疑惑 那所以有日期 然後有標題 有俱節 有喜事評語 那美工創立跟個人配色 當然也可以心力的去做一些展現 好 這個就是 教育檔案的一個製作的程序 第一個 我的平天規矢是什麼 如果沒有平天規矢 這個不跳過 那整個處理的步驟就是 散遞 收集 選擇跟反省 再來內容上説 如果我這樣 這個樣子的 歸雷媽 手機的量度是鼓勵的 教育專業 拔在平天的時候 受苦的相關 那裡面呢 我們剛剛有提到過 我們要做一些反省 然後 要做一些記錄 那反省跟記錄的時候 我也需要一些工作 那我們也需要 就是在這個 教育檔案的過程裡面 有一些 比較 統一的格式 它可以呈現出我個人不同的 一些風格出來 所以 我必須要去 create一些工具 那這個工具呢 你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別人用過的這個 這個好用的工具 也可以自己畫一些表格 來去做一些處理 那包含的就是 教學記要的喜吃 還有教學檔案回饋表 學生學習記錄表 作品摘要表等等 名稱 各位想得到的 都可以自己加 不一樣的特色 或是要給這個標題 那舉例呢 教育個人資料表 比如說 剛剛有提到過 每個教學檔案 今天要放 一個教學的個人資料 或者是教學理念 等部分 教學資料表 如果你不會 那這個 裡面有一個項目 各位可以參考 比如說 姓名啊 學歷啊 人資啊 經歷啊 教學理念啊 就是 用這樣 很簡單的一頁 每一個教學檔案 都有成立這樣一頁 這個要寫思 這個是 提供一些欄位 可能的欄位 提供多一頁 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表格啊 你可以先去畫一個啊 然後 空的地方不一樣 也許能看到 邊邊啊 去做一些不同的處理 再來是 學生學習記錄分析 然後就是 教學活動型資料 那你可以用這種問 問句 也可以是一個空白表 當然 也可以是一個 Chain piece 五四三二一 這種表格 做得好不好 已經做完全做到 部分做到 等等 不行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那 要有這種 刺激在爬行 就給別人來 來提供一些 或者奉勵 這次教練的進步 我想各人 每個地方都有 支持的一個位置 所以這個就 超過 這個是操作的很好 那工業的一個 比較多的是這種 操作的 這個 工具 比如說學生的學習 但在中華學會比較常見 在高中期 會比較常見 就是操作單 操作單 再來 自我審思 要怎樣加呢 當然可以透過一些 這個 給自己的一封信 或者是 如果一個比好的話 說請問 那 在一個 自製的工具表格裡面 去做這樣 去處理 那也許呢 也可以做一些 這個表格 包括說一個呈現 當然裡面會有可能包含 字體的他平 還有一些綜合的評價 這位檔案剛剛有提到 要跟各位提到一些限制 限制 如果是要限制呢 個人檔案的開放性質 難以比較 我交出十年 跟妳交出十年 我們的經歷到底相不相同 應該是不相同的 不相同的 也許呢 我的長處 在帶學生比賽 帶學生通過解釋 我的專長是在技術 但是有些老師 他的專長在什麼地方 他的專長在研究 他的專長在跟學生去做一些 討論教學 每一個人 跟歷史不一樣 所以即使同樣是交出十年的老師 同樣是同一個老師 個人的檔案 還是沒有辦法去做一些 這個比較 再來 教學檔案的數量 非常非常多 我們剛剛有 知道一些解決的方法 看 參考 再來 教師整理的教學檔案 難免缺乏評鑑者想要了解的觀點 我今天整理這個給你看 但是你看 你想看的不是那個 是會有可能這種狀況 還是有可能 所以呢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難免做被評分的評價 就不是那麼好 然後 再來呢 部分結束老師的教學品質 無法再交給大家這種表現 我們可不可以說 教學檔案做得非常精采的 等於他教學非常精采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事實就是 有些老師會教 不會整理資料 有些老師會整理資料 不會教 有些老師會整理資料 也會教 有些老師兩個都不行 因此呢 我們可不可以說 這個教學檔案做得非常精采 因此就判定這位老師教學一級棒 很難這樣的這個完全的判定 我們還要 剛剛有提到一個概念 就是什麼 散教教證 就是要再去引證別的資料 來去證這些老師的一個專業 那教學檔案的基本 並不代表十字教學檔 表現良好 就是這樣的一次 好 那教學檔案怎麼樣呢 提估好不好 第一個就是看它的目的 第二個就是我們所提供的 各類的證據 第三個從評鑑的規則上來看 如果你的目的真的是要 這個評鑑使用 接受評鑑使用 那這個在你的名詞 一定要把規則看清楚 這就好像我們要跟學生考試一樣 我一定要說明考試的範圍是什麼 學生一定要把考試的範圍看清楚了 他才能夠夠來考試 如果他某一個範圍 要考的範圍 他漏掉了 他沒看了 他的分數一定是掛了 那這是同樣的概念 我們老師接受評鑑 跟我們在評鑑學生的基本上 他的概念是相互的 好 再來 評鑑教學檔案 跟製作教學檔案的時候 有些注意事項 教學檔案的內容 應該是去經過選擇 而且是有目的的 那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剛剛就一直在重複這些概念 那所以呢 大概就不再忙時間了 這個是一個教學檔案的趨勢 再找EvoVenue 那你們EvoVenue的問題 下一個嘗試 你們就簡單的跳過去 好 這是我自己在 送你的時候 會有那麼多的教學檔案 讓各位參考一下 這是教學檔案的一個 好 這個部分 教學檔案製作參考官 我是一個95年度 在台北市 他辦理的教學檔案裏 這個規模 那裡面呢 就把一些比較精采的照下來 這個是 勞剛音效的 藝卓雷克的老師 然後他定業 就是打開運教學檔案式 顛覆了各位自樂教學檔案的概念 並且也許 滿想像中的 是一個 這個 滿實質的一個東西 好 好 接下來我們請就熱烈掌聲 歡迎盧教授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就移動一下位置 各位教育界的夥伴 大家午安 午安 顯然 好像還沒有睡醒 好 我本人 好 上面是我的email 1218888的gmail.com 我是用google的mail 那 歡迎大家 如果有教學檔案上面的問題 或者是說我們接下來 在一角上面的操作上面的任何問題 你隨時可以發email給我 好 那 那 我本身在台北市醫教育大學 那上面有一張照片 可能超越人遮擋 那個是我們去年11月 在台北市辦的會員大會 那 從今年1月11號以後 台北醫教我們改名字了 把台北兩個字消失 我們推到全國去 好 因為我知道今天來的各位夥伴 都是從台灣各地來的 好 那剛好也呼應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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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超流 我們一教 台北兩個字拿掉就改成一教 那 全國的教師都可以使用這個網站 好 這個平台 當然我們飲水要四元 所以我們沒有把台北兩個字拿掉 因為 教育部從頭到尾沒給我們一毛錢 這是台北市政府的經費 好 那 那 其實 在做教育檔案之前 我們其實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一教王的由來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怎麼會有這個網站出來 我們其實是有一個理想 我們希望建造一個教師的專業社群 這個專業社群不是市局的社群 我們是希望在網路上面 透過網路的平台 結合全台灣 那當然我們不希望到全世界去 因為畢竟在台灣的社群 其實它有它的那個在地性 它的一些特殊的網費性 那 這是 專業社群的利益 那裡面有好幾個人的相關的文章 那我想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去建議它 就是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成員 就是教師 那 我剛剛也跟吳主任在談到 為什麼我們會把它鎖定在教師 因為我們就相信大家有共同的信念 教師它會鎖定的一個目標就是 我的談的內容都跟我的教學有關 那我既然跟教學有關就是 我自己要做到好的教學 我一定要有一個好的專業成長 那專業成長 有了專業成長之後 我希望我能夠把我的東西 一代傳一代接著下去 在座應該有多少 看起來應該還好 有不少都比我年輕 但是我相信你的年資都比我深 那我們就想到一個問題 那你退休之後 你寶貴的東西怎麼辦 就希望把它留下來 在前年 台北市有一個老師 穆扎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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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扎高工那個老師他非常優秀 我説他非常優秀是說 他在做大學生做科展 他說他每年不帶學生做科展 常常得獎 那他那次去參加會議的時候 他舉手發言 他說我要退休了 可是我歷年做科展 所有的東西 我要交給誰 沒有人可以接 他說覺得很可惜 那他就問了一個問題 一下我可不可以到 我們就說 全力支持 只要你願意把東西給我 才創作需要授權 我們就把你放上去 那這樣子 以後後續的人 再做科展 再做相關的文獻 相關資料探討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這個老師的心血血跡 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我們希望能夠傳承 那在這裡有提到 就是我們希望聚焦於學生的學習 那我們都有共同規範跟價值 社會在改變 有很多人的價值觀都在改變 那我相信老師的價值觀 至少他有一個普遍的一個 共同規範在那邊 那我們就是聚焦於這樣子 我們是希望說老師的組成 那不受地區的限制 今天大家來這邊參加演習 很辛苦從台灣各個地方跑過來 其實你都很累 因為我昨天也親身體會好 我昨天到高雄明達 知道我們高雄明達在哪裡嗎 我是前天下去了 當然六個小時的車 後來我決定了回來 我自費打高點回來 你會太累了 上了課之後 還要從高雄大遊覽車 咕咕咕咕回來 真的太累了 我就自己打高點回來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地理上面的限制 其實真的會造成很多的限制 那我們的人才 受地理的影響也是有影響 因為什麼 我人才不會通在一個地方 在地還有一個共同的優點 但是也沒有缺點 你很多講話 受到他的環境影響 比如說我們以台北市來講 台北市很多軟體都是買的 其他有些都是自由軟體 那你台北市的那個言論 大概都會偏向我們方便去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 其實不同地區的人 需要一個整合的平台 大家在一個公共的平台上面 談不同的事情 那觀點就會來自多元 那我們希望有實務敬業的分享 可以協同合作 協同合作這個目的 目前還沒做到 那沒有做到的原因是 事實上我們本來是想這樣做 後來暫時不想這麼做 原因就在於說 人家的協作平台 以Google來講 它的協作平台已經做得非常好的 那我們需要再去做一個吧 好像不太需要 各位知道我的意思 比如說就像教學檔案 如果都已經有非常好的一個平台在那邊 我們就不會跟你推薦另外一個平台 因為我覺得同樣的事情 不要做地有吃 大家時間都很有限 我們把時間都能夠做到有意義的事情身上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主要是今天的分享 那其中合作我可能就是 希望請別的平台來做 時間要推到094年 很久了 也很可怕 我那時候剛開始的時候 我想到時間會夠這麼快 因為094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到台北市有很多教學資源 有很多各式各樣的網站平台資源 在台北市深耕發展 各項都能進很多的資源 但是有個缺點 就是大家都做同樣的事 從那個教台 你做我做他做大家都做同樣的事 然後呢今天沒辦法練習 我們就覺得非常的可惜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剛剛校長也提到 我是曾經當過台北市的教育大學 經濟技術網絡同學的主任 然後我們有協助台北市的資金教育發展 那資訊室就是說 可不可以找一個人來負責這個專案 把一個共通性的網站平台建起來 那我就說好 剛剛也是被學生協函 學生就說老師 你是我們的母校 在母校服務 他應該幫我們這些 這些校有作業服務的東西 他就說好吧 那我們就來做 結果調教孩子 到現在一晃也已經六年過去了 那我們是希望真的是 建一個能夠匯聚各個資源 那再來有交流跟分享的網站 網站的機器 看到校長有說 如果各縣市要用 沒有關係 我都沒關係 盡量用 所有的硬體設備 只有 沒有用的時候 沒有被用壞的時候 因為用壞 還可以在一個系的 大家知道意思嗎 我現在的電腦是 96年的電腦 你如果把它用壞 為什麼可以有新的電腦 好 四五系排在台北市的機房 四五的機房裡面 那邊環境不錯 所以它維持下來 發現那機器沒有壞過 各位盡量上去用 把它超過 那是我們的目標 真的真的 超過我還有新的 新的時候校長才會更好 那我們可以服務更多的人 那你放心 資料我們會備份 我們定是備份 這個因為我是資訊寫下來的 我知道說最重要的是備份 而不是機器 那個機器只要花錢 就可能會出來 那我如果還是要做備份的話 我們至少一堆的概念 一定會備份 所以你自己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那 剛剛提到的概念在這裡 其實都有 這是我們網上的文心概念 分享交流產場產生 今天來自各位 我們就是一個教練 來自於各個管道 我們就是一個教練 我們希望把一個好的平台 或者是一個好的運作方式 推薦各位 好 那 各位聽到我們今天上完課 或是今天早上聽到 學術方面的探討之後 你就會得到一些成長 對不對 個人我相信應該過多過少 都有成長 跟我們教育一樣 我們也希望學生 能夠得到成長 有了成長的時候 那我們要不要再做下一步 這一步很少人在做 也不能這樣講 這一步大家都不會想到這一步 以前的想法就是 我一個人在教育 教育完了之後 我自己的成長 我個人的成長就好了 但是我們希望 我們打過這個觀念 我們不只是個人的成長 我們希望你在今天 在這邊得到的任何成長之後 回去再跟你的夥伴 和分享 那這樣子 可以擴大那個打擊面 今天打到的是點 點再回去之後 可以擴大這個線 再來會黏著一個面 那這樣影響起來 大家做起來 你就會發現到 你如果做一部分 我做一部分 大家做一部分 我們結合起來 那個效果力量就會大很多 那再來還有最後一個 分享完了 不時就結束了 因為你總有一天 你會離開職場 我們常常都在開玩笑 總有一天等到你 知道意思嗎 總有一天等到你 那這一天來你之前 你不能把所有的東西都帶進去 真的是不能帶進去 那這些東西你把它丟掉 也很可惜 為什麼不給下一棒來接手 那當是下一棒接手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去選擇你的角色 所以我們在這裡 我們的那個教學檔案的系 我們有做了一個功能 你可以 要離開的時候 所謂離開不是代表真正離開 就是說你 當你哪一天你退休 你不想再做教學檔案 再掙扎的時候 你可以指定轉給某一個人 像這樣一個位置 你可以指定轉移給某一個人 那那個人就接任你所有的東西 那當然他有些東西還是要自己去幹 那這樣子我們就希望能夠找到穿著 那當然我們一家網道在做的時候 這個教學檔案 不是我們最主要的一個主軸 我們做了很多面向 待會跟各位介紹 一直要往哪些功能 那所有的網站的內容的東西 其實你也不用拍 也不用那個 因為我們網站上面 你今天就可以成為會員 那當你是會員的時候 裡面所有的東西 你都可以二、四小時拿到 好 我們是open-hand的 好 這次他們照片 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要 真的要 我們有做磁鐵 那個是我們做的宣傳磁鐵 那不好意思 因為磁鐵分量明顯 早就發完 那個 那個 我們這個磁鐵真的發完 那個很精緻的一個磁鐵 很漂亮 色彩也很漂亮 所有的照片 全部都是我們辦攝影比賽的總部 台北市的老師拍的 所以我們有取得重點 那個都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在會員大會的時候 又請這些做的老師 公開接受彈彈彈彈彈彈彈 那個詳細版的四個獎盤 就是那個Taguchi的 知識循環的理論 那一圈 那四個 所以你看我旁邊有寫的那些字 我想今天不是總結 所以那個不太一切是它 那我們真正希望的目的就是 交流分享 成長成程 大家都能夠有傳承的概念 那一棒交一棒 我們的未來不可好 這是我們的網站 長相長成這樣子 那這個是 今年1月11月的版型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 台北義將王 這個台北兩個字很大 黑色的 那 待會你登進去看的時候 這個版型就不是長這樣子了 這個台北這兩個字 當你被逼去的時候 台北兩個字就消失了 因為我們從此改名叫義將王 聽起來了解 那你看到的網站 那大家知道架構式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那待會兒 許東方老師會跟你詳細的介紹 我們不叫教學檔案 在義將王這邊 這個功能不是叫做教學檔案 我們的名字叫做 歷程學習檔案 就是你在教書的過程當中 你的歷程 你的學習的歷程檔案 那我們採用的是單一認證 那這邊寫的是 台北市教室載職員希望 就是埋一個伏筆 因為我們的身份 一群是台北市的老師 在座應該也有台北市的老師 至少我看到兩位 台北市的老師用的帳號 從今年1月11號開始 就是用台北市教室研習護照 就是研習護照 但是大家都知道 你今天來參加研習一定有的 研習護照燈子 噴過嗎 那你用的是誰呢 帳號 研習護照是什麼 全國教室在職進修諮詢 我應該沒背錯 待會那個上面有紙 那我們用了 台北市的老師 請你用的就直接用 研習護照 那因為我們之前 就已經台北市老師用的是 教育護照網的帳號 那這一邊就要做一次整合 那你就可以把以前在 一甲網所做的貢獻 上傳資源 我們有 我們有累積你的點數 那我們有經驗值 從今年開始 我們有發行虛擬貨幣 我們搶熱門 也是虛擬貨幣 我們的貨幣名稱 各位是第一次領導 我們叫EB 因為我們是E教 EGT群 那個是ET ET兩個字就是EGT群 就是協助老師 在教學上面的面向 我們都希望能夠 都考慮到 那台北市教育的整合流程 我不想繼續介紹 那就是如果你是台北市的老師 你待會打進去的時候 請你用 台北市教育研究護照的帳號 密碼進去 然後我們就會問你 你之前是不是 台北一教網的會員 如果是的話 我們就會請你再打一次 台北一教網的帳號的密碼 那台北一教網還有一個功能 我們有個家族的功能 那如果你在之前在一教網 也有開過家族 那就會請你再打 家族的帳號的密碼 那它就會把你所有的資源 通通整合在一起 那從此以後 這個東西只要做一次 就是第一次登進去的時候 從此以後 你所有的東西 就完全用 教育研究照的帳號密碼 做登錄 那所有的資源通通整合在 你這邊一起的 那除了台北市的老師 我們今天大部分 都是其他的 其他現實的老師 你要怎麼辦 勸過教育再次進修資訊碼 沒有錯 我check過他的帳號 是這樣子的名稱 但是 要跟各位說 很抱歉 帶我去實習的時候 請你先不要這樣用 為什麼 因為 在禮拜二 我才收到高斯大的電話說 OK 他們願意幫我們做 知道為什麼 我們今天一月十一號開放的時候 是請大家來我這邊註冊成為會員 那註冊成為會員的話 就會做成一個問題 我沒辦法確認你的身份 那沒辦法確認你的身份的話 我有的權限 我不敢開 什麼意思呢 如果各位的身份都是老師 如果我上面有一些東西 有侵犯到智慧產權的問題 我至少我可以主張 一 我沒有引力 對不對 我沒有引力 這很重要 我剛剛帶我講的這幾點 其實都很重要 就是哪一天真的有人去告你的時候 你的主張就是這樣下來 那注意啦 真的要注意啦 對法律上面真的很難講 第一個 我沒有引力 第二個 我的會員全部都是老師 我是教學用戶 那這個可以主張 合理使用 這樣懂合理使用 那更理想一點 你有助名處處 那這三點至少我都有做到的話 我可以免責啦 所以自己要小心一下 那因為那個高斯大是禮拜二才打電話給我 今天禮拜五 昨天前天我都到高中去 那我沒有請廠商再做修改 那修改完了之後 我們希望能夠盡快 因為現在馬上就下個大概五月了 我們希望在五月中去之前 能夠跟高斯大這部分 認證的部分完成 沒有問題 那這樣各位就可以用高斯大的帳號跟密碼 直接進來一交 這樣對我意思嗎 那沒有關係 待會再用的時候怎麼辦 因為我相信你在高斯大的帳號 應該跟別人是沒有重複的 否則你在高斯大那邊是不行的 那你待會請你註冊的時候 就是台北市以外的老師 待會請你註冊的時候 直接就用高斯大的帳號來註冊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就申請會員 然後直接用高斯大的帳號來註冊 密碼你現在先打 最好是跟他一樣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跟他取得連線 所以我現在的帳號密碼 是建在我這邊的 等到五月中旬以後 我們跟高斯大在這邊check ok 之後 你所有的帳號密碼的資料都會在高斯大 以後如果你要更改密碼 其實你去高斯大在那邊改密碼 我們這邊不寄你的密碼 今天會寄 但是以後不會寄 這樣懂意思嗎 那你放心 我們也不會寄入你的密碼 因為我們也看不出來 這都將一國了 懂信仰我就知道 好 這樣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你待會兒在申請會員的時候 請你去用高斯大的 直接去用高斯大的帳號 那密碼你打進去 我們就認為那個是你的密碼 我們不會去認證 因為目前還沒有認證 大概在五月中旬以後 你就直接用高斯大的帳號和密碼 要改密碼請到那邊去 這樣了解可以嗎 那你就直接會出 成為我們的會員 那你所有的功能 就可以使用 除了台北市專有的 因為 我們假規計要拜請他 對吧 來一也通了 所以 錢都是從台北市來的 所以我們有些時候 還是不得不管 人家 要感謝一下 當然我們也要配合去 一些政策 做一些事情 他那個待會兒再說 那這個就是 沒有登入過的 請檢加入會員 你點加入會員 你就在這邊 他底下有個加入會員 你點加入會員之後 我們就會讓你打帳號密碼 那帳號密碼又在這邊 你就會打一個帳號 那本來我們是自己做的 自己做就會驗證這個帳號 有沒有用過 那如果你直接要告訴大家帳號 我相信應該是沒有跟別人有重複 那也是怕說會不會跟台北市信仁老師的帳號有重複 你可以在這邊檢查一下 這邊要打一個 看看帳號是不是可以用 那 我的帳號叫DHLU 後面3個8 在很多地方 你看到這個帳號 他就是我 因為我都註冊了 統系統就知道 所有的系統裡面 帳號名稱不可能重複了 所以如果你習慣用一個帳號 那請你今天下課之後 趕快去把它統統組起來 去Google趕快設計一個帳號 這個就是 從此右邊就跟你不一樣 好 那你這邊打完 那驗證他帳號可以用了之後 你自己打密碼 然後我們這邊會有一個防機器人的密碼 那這個 這個碼算是 都是阿拉伯數字 很簡單 直接切開一下 切了完了之後 你的帳號就申請完畢了 今天做就這麼簡單 那帳號申請完畢之後 接下來就開始 你可以 因為今天的時速之間 我們把它縮短一個小時 那我們的理想 我們的下話是這樣子 就是 你不可能今天在這邊 做一個教學檔案出來 如果你是 真的要把你勾在上面 拜一拜 因為大家都知道 教學檔案不是一天就做完了 對不對 有人花了一輩子 還不確定做了一個很漂亮的教學檔案 那我們不是要每個人都做一個 非常漂亮的教學檔案 不是 而是你忠實的成長過程 你一層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放在上面 所以 我們今天 那一個小時的試做 兩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 帳號先戒起來 至少你還能用 不然你今天離開之後 電話戒不完 那一個位置 我們也不希望電話戒不完 那 你今天把帳號戒起來完了之後 然後接下來 依照我們的各個功能 進去看一看 好 然後呢 徐老師大概會介紹 第一件學檔案 每一個功能是什麼 它的畫面是什麼樣的操作 大致上 你給它稍微瀏覽一遍 那你至少 你的基本資料那一欄 你可以先填 有些基本的東西 你可以先填 好 那 可以留一些帳號 拜託一下 務必用不對 一個 哪一天你忘記密碼 之後怎麼辦 知道為什麼 那 忘記密碼會做一些事情的話 忘記密碼請你去那個 全國教室賽斯基督網那邊 去告訴他 忘記密碼看看怎麼處理 那如果你需要一些 額外的東西 我們會透過 Email的方式告訴你 所以你Email 務必留正確的Email 那先跟各位報告 我們不會亂發廣告信 這樣解決 我們不會亂發廣告信 所以請你放個信 好 那這樣子其實非常簡單 那你這邊就可以有一個 比較重要的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個人資料一定要修改 那這些個人資料 雖然我們說 我們跟高資大作認證 但是僅限帳號密碼 也就是說它會告訴我們 你是服務哪個學校 那你的代碼是什麼 就這樣而已 其他東西 我們都會自己建 也就是說 我們Email有些時候 需要收集各位的資料 所會收集各位的資料 是說 你是哪個領域的有興趣 比如說你是高資哪一科 那你會對某些東西有興趣 別跟有興趣的東西不一樣 那我們E教王的設計 完全主要是採會2.0的概念 就是 主動不像以前 以前是我直接要去網站上面 被動的找 一些東西找完 你如果不曉得在哪裡 你就很難找 那我們E教王的目的是 就是希望說 你只要當初你這邊 個人的基本資料 你有助理 我對哪些東西有興趣 啊 當有新的東西 我們就主動會給你 那這樣子可以免除 你這樣很多 找的麻煩 那再來就是我們 其實 如果你再砍到別的東西 你覺得不錯 你可以把它延長起來 數位延長聽過了 也是這樣的概念 你人家發表的言論 像現在有上Facebook 有上那個不讓我們知道 有一個東西很好 我就可以把它點一個讚 讚的時候有什麼好處 它會被我收集起來 我以後 如果哪一天想到說 這個東西我來用 我去找一下 我說讚的東西 它就會在那裡 那我就可以把它收起來 否則那個時間過了之後 它就會消失掉不見了 但是如果是我說 我說讚 就是我收集起來的 那它就會留在那裡 那我們這邊 也是這樣的概念 我們把那個點長 有兩個字叫點長 你可以看一下那個圖示暗影 那點長下去 如果這樣有興趣的東西 我把它按點長 就收起來 那你可以在客人那邊 看到我的點長是什麼 那我的點長 現在就會好多分內 教學資源 那個論壇 家族 或者是說 嘿 當然教學檔案不能點長 你不能牽涉到個人隱私 我沒有給你 那你怎麼可以通過教學檔案 如果說它是open出來 那我相信沒有人敢放上去 如果你可以教學檔案 那有些東西是我自己的 教學檔案比較重要的是什麼 來考一下 今天早上 有上課嗎 沒有 今天早上很重要的東西 有意外是什麼 個人什麼 個人特色 其實小朋友每次去進教學檔案 因為我在 我們是負責國小的 那這次也剛好訂那個國中的 國中的那個 消毒平均的指標 那 我們去看 教學檔案的時候 其實我都 只看一個東西 但是每次看這個東西 一看很多都出包 是學校出包 不是我出包 看什麼東西 醒私回饋 醒私回饋 你教學過之後 是不是有自我 要醒私 他信我醒私 他別人會給你 一些回饋 那 其實很多人 都沒有做到這一點 那就是把我的 教案 學檔案 放上去 放完了之後 我交了十年 同一個教案 放十遍 這樣很容易嗎 可以確認哪一關 我剛剛講的 醒私 跟回饋 我們也是希望說 醒私回饋的東西 我可以拍在陽光下嗎 其實不一定 所以我們會說到這個 你待會兒 在使用那個 疫情決定檔案的時候 其實你要留意 所有的全線控管 是你自己掌握 如果你沒有去 限制好的話 其實是蠻危險的 那我們都會幫你採 預設的方式 預設的方式 我們是只有我自己可以看 別人不能看 那如果我要開放給我 我的好友 我不會讓你去設定 我的好友的哪些 比如說 我張三理事做的好朋友 我有些東西 要跟他分享一下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把張三理事 加進來 成為我的好友 那我的好友的話 他就可以 你只要你的全線勾 這個全線瀏覽的是 我的人 或者是我的好友 或者是全世界 請你千萬不要勾全世界 了解 那你可以去設定那個全線 設完全線之後 不該看的人 才看不到你 這個 剛剛說的 其實這一頁就是我們 一條 一年來最主要的工程 全部都在這裡 好 全部都在這裡 點點點 比較快一點 教學資源 其實我們當中 最主要的工程 是累積教學資源 那 累積教學資源 這樣是希望的 各方老師 堅持一些困難 不要說 每次被課的時候 要需要一大堆東西 那我們希望做的 各方案上面 但是 對職效比較抱歉 因為我們知道 職效很複雜 所謂職效很複雜 不是老師 也不是學生 是他的科目台複雜 現在高中 客康 就有客康出來 對不對 高中 好像比較 是 已經在用了 可是他蠻複雜的 因為我記得 是要整理那個類別出來的時候 那個就比 多很多 知道我的意思嗎 國中國想非常單純 九年一塊下來就那幾個 高中 省複雜一點點 高中 太多了 太多了 因為類別太多了 所以我們在上面做教學資源的時候 一開始推的時候 是通過輔導員在推 那職效的輔導團 在台北市相對的 就 就不像說 國中獎的輔導團 那麼明確 我們就很明確的有幾千輔導團 那他們在推上去的時候 那個放上去的資源 相對就沒那麼多 那所以我們在職效這一塊 事實上教學資源相對的沒那麼多 的確是這樣子 我們大部分現在教學資源都是在國中 國下 國中和國下為主 三四千里 但我們後面有教師保險 其實教師保險 其實教師保險是我們就希望 各位老師在從開始 踏入職場生涯的那一刻 開始 我開始的第一堂課要可以學 什麼東西 那電子檔有沒有 沒有自己打 那你哪一次別人要哪一次 太累了 我們犯人幫他去 你下來下來自己改一改 改成你學校的名字改成你 什麼東西 那這樣就好了 那你自己把它下來下來 裡面包括班情經營 然後包括教訓 所有的 總部署 尤其是台北市的 台北市的總部署的SOP 那教訓你裝進去 全部都在上面 電子檔在那裡 你直接去下來就好了 那剛剛來到PT家族 就是我們希望 顧慮到的不只是你的 教室專業 我們也希望到各個面向 那你可以在上面看 類似像部落格那樣子 但是比部落格還好一點就是 你可以管理你的成員 就是一個家族的概念 我是組長 我成立的 我是組長 那其他人如果加進來 經過我省了 我覺得可以 那你進來 我們譬如說我們都會 攝影的興趣 上次可以成一個攝影的家族 那你就可以加進來成為我的會員 好 線上政壇 接下來其實 最下面有放兩個 下面這兩個 就要跟非台北市的老师說抱歉 因為那個 智慧和安全的關係 我們跟廠商簽約的時候 是限台北市使用 所以線上叫做 是因為台北市的老师看得到 因為那就是書上的包 對不對 那就覺得台北市的老师看到 1-1本 因為台北市從8月1號開始 那要填對那個 1-1本 電子書 電子書那個 也只能台北市的老师看到 其他地方 各天指導師都可以用 像義塑包也可以 新唐的包教育工法 剛剛有提到地層學習檔案 就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地層學習檔案 有看到這個 就是地層學習檔案 就是我們待會兒的教育檔案 好 大致上 我的部分應該超多了 我們採穿穿穿信息授權 我昨天台北高雄市的老师說 如果老师你還敢講穿穿穿信息 我說 那我所以我很快點過去 那是因為 我們採穿穿穿信息授權 但是穿穿信息不是法律位階 各位知道意思嗎 就是說你今天等一下去訴訟的時候 你不能說我採穿穿穿信息 然後他如果採穿穿穿信息授權的話 相對的 你只要符合穿穿穿信息的雕章 至少在法律上面 你會比較OK一點 但是不能代表他完全免責 因為蠻特別的 理論上來講 應該是有法條看法條 沒法條看判例 但是問題說 我們現在是現在看法條有點怪 有法條不見得要從有法條 有判例不見得是口罵有判例 結果也不見得一樣 那就不管他了 好 穿穿穿信息 我們多加了 線上的教材行動研究的評價 這個會不會看 我們採用的預設 就是因為大家不見得搞得很懂 所以我們預設的方式是這個 性名標示沒有商業行為 跟香港方式分享 其實就是為了我們的核心概念 香港方式分享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分享 你用人家的東西 你都分享 這樣好像不太公平 那我們為了改善這個機制 所以我們剛剛有講 我們要來進行航班EB EB 就是如果你 你那個 好的東西 你要對人家下載 你要付錢 信用國幣 好 你把東西上去 我們就給你錢 當然不是在那種 盈利的角度 這個概念去看 我們是希望說 用價錢措施 因為有些人 就常常跟我講 說為什麼 我把東西放上去 別人都真的把我東西下下去 我什麼東西都沒有得到 好像也沒有銀 也沒有利 什麼都沒有 我們就覺得這樣子 這個是一個負向的成長 我們不希望這樣子 我們希望它有一個正常成長 我們就今年開始 我們要獎金措施 就是EB 他就希望說 我這東西放上去 越多人下載 那我就賺的錢越多 那至於說EB要換什麼 我們以後才說 他要換獎金措施怎麼辦 因為這個跟經費有關 告訴各位 我們經費一年多 猜猜看 從歷年下來 每年的經費 最高的時候 是160萬 最低的時候 是70萬 一年 還發斷一個人事費用 在我妹妹上處 那你腦袋算一算 這段你要花多少錢 其實 沒多少錢 真的沒多少錢 所以我們就說 其實我們是小門禁令 小門禁令 禁令 為教育做一份禁令 我們這個 採用這個雙擊信 採用這個送給條款 那你非必要不用去改條款 因為這個其實對大家來講 只要對方有表示你的性命 他那邊沒有盈利性的 這個就跟我們剛剛講的很像 對不對 因為跟我們在做 智慧財政權 在做那個智財政權 那邊的時候 其實也是類似要用這樣子 因為你可以主張合理的使用 在哪裡 教育範圍 那你沒有商業行為 你可以主張移持教育範圍 因為各位的身份是好事 所以這是符合的 這是符合的 至少在案例上面看 你相對的 比較OK一點 好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 他的 歷程經理檔案的平台架構 蠻多的 蠻多的 那待會張高老師會跟各位介紹一下 每一個功能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那其實就是 跟張高雷老師的那一套 教學發展的平台 是很像的 好 這邊是我的參考資料 那我就把話子交給徐老師 好 好 好 謝謝老師 那各位教育先生 今天我班大家好 那我 我是主張湯 我目前在 台北市西松國小任教 那 我以前是擔任 教師兼系統管理師 如果說是 有聽過台北市老師的話 系統管理師 就是台北市一個 比較特別的 他是在資助組下面 那其他的 好像如果你有在國小的 或者是國座 他們大都沒有這個 那是台北市比較特別的 那我個人在資訊這邊 玩了也玩了四幾年 那有 很有機會是在 剛好 我自己本身也是 台北市西教育大學的學生 然後後來也回去念 那個 念碩士 然後剛好 有機會在 郭老師的 胡教授的下面學習 那 也 因此有機會去接觸到 那個 義教育委員的 身份的方面 那 當初我們在規劃 為什麼會去規劃 這個立場學習平台 其實當初是因為 在我們義教網上面 有一個 在個人服務底下 有一個叫 教學櫃的功能 那 那教學櫃的功能 其實 很簡單就是 上傳檔案 那 雖然說 他可以去建 那個資料夾 但是 當你要去建資料夾 或者是你要去切換的時候 並不是很方便 那 那個時候在 讀教授的指導下 就想說 這個功能要怎麼去做提升 然後就開始去做一些相關性的探討 那 那個時候就開始去鎖定 那我們乾脆把它變成是 那個 教學檔案的一個光門 那 當初在做的時候 那 因為 本來在很早期 我有接觸過所謂的發展性教學步道系統 其實各位老師應該大部分 各位教訓應該都有接觸到 那 到現在所謂的 教室專業發展品件 那 我前一陣子有再去看過 那 其實如果各位可以看看 就是從 發展性教學步道系統 一直到現在 所謂的 教室專業發展品件 它的相處什麼 你看都很像 包括要填寫的東西都很像 那 但是 那個時候我們在規劃的時候 就是我跟 就是 請教步教授的時候 他是希望說 我們不要去做一個 太 就是 局限的一個 系統電台 希望能活一點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就把 希望把 所以教室平日 收取 收集了一些所有的資料 包括你的 可能教學設計 學習單 或者是其他的 都可以拿進來 那 在探討的過程裡面 其實 不管是 從行到現在 我想 尤其是如果有人做過所謂的 效果體驗 就會知道 那個時候 有動機會壞掉 叫印表機 會是 一直印 一直印 要印出一排排 一排可能就要從這邊 排到那邊 那個紙本 很厚一點 包括 這個還不包括老師的教學檔案 那這些紙本 用完以後呢 要放哪裡 有老師的教學檔案 放到老師那邊去 但是 當你 老師你好 今天你 看完了 你想修改了 你不可能把資本改一改就算了 你一定要再重新去把那個檔案交出來 那這樣子其實蠻浪費支援的 那 如果像我們剛剛的教學會 你如果是放在網那個 比如說我電腦裡面的支援官 就是檔案總管 你也必須把檔案打開來 你才知道說你之前做了什麼 那或者是說 你這些資料要去怎麼整理 其實像比如說 效物品件的時候 他有時候可以說 比如說你用波羅格 或者是你給我一張光碟 但是光碟能看什麼問題 不過你除非你資料夾見得很好 但是即便你資料夾的那個 那個成績見得很不錯 但是問題也看不出什麼 所以然 那另外當然也如果電腦很多了 因為像我們小學是一直要搬教室 這個學習在這間教室 像你學習到那間教室 但是電腦是固定的 變成說你又不去把你的東西搬過來 搬過去搬過來搬過去 那問題是你一直不是用固定一台電腦的時候 那你這些資料要去哪裡 你就要去 又要去動澡洗澡 甚至動扣洗扣 這邊你翻到那一筆本 然後可能想起來 再回去之前的教室扣 那問題是你這些電腦在哪裡 在學校裡面 你下班以後 你不可能回到學校裡面去 那一般學校 除了跟你 比如說 NAS就是所謂的個人儲存空間 但是個人儲存空間 你也要在家裡去連 但是連了以後 他也沒有跟資源統整的關係 那所以說 那個時候 就在思考的時候 那就是剛好 因為其實網路開始興盛了 那是不是可以利用 教室專業訊息社群的這種一種特性 來去規劃一個平台出來 那時候就從這邊的面向 開始去做一些探討 那探討出來以後呢 個人就認為說 在我們在做教學檔案 就是地層學習檔案這個平台規劃的時候 第一個要參考的是 教學檔案的內容 還有 因為我想早上大家都有聽到那些理論 甚至我想大家這些理論都比我熟 那我就不去講 或是說明一下 我們所使用的 參考的一些面向 那在家學檔案的呈現方式 跟專業成長群晚階段 然後還有強化網站的省思 然後網站的機制呢 我個人就是 就是從一些微信探討 最後回答是 要從省思回饋合作分享 這個一個網站要有這個四個面向 那才就比較是屬於 符合教室專業訓練的特性 那就從這些探討 就開始去做一些規劃 那在教學檔案的內容上面呢 我們就是其實 這邊雖然是寫出基本資料 專業成長 班級經營 計畫教學 評量應用 省思處產等 那其實應該是說 我們沒有去鎖 你能放哪些東西 因為你去鎖說 你只能放哪些東西 我覺得那些東西會變得你很不方便 你每一次都一定要符合這個東西才能放 所以我們出 我們規劃是 你想放什麼東西 你自己決定 然後 但是在加水檔案的呈現上面呢 比較 還是以主題方式來去做 因為大部分老師就是 他會針對一個活動的 課程活動去做規劃 規劃以後就開始會有一些資料出來 那所以就比較是 利用這樣的方式去做成立 那 當然 第二個就是 再利用其他的像時間的順序 呈現跟客戶的單元 那這 第二個跟第三個是普途的 那第一個 主題方式是我們比較 去focus的一點 那 接下來呢就是 那因為成長的循環 就是說 教學檔案的製作上面 其實就像剛剛羅老師講的 你底堆的再多 如果說我看不出來 你在這個教學過程裡面 到底 有沒有去做 省思的部分 那那個教學檔案其實沒有意義 因為 說真的要教案 一堆 那我相信 很多老師可能就直接 場上的光碑是拿來去弄出出來 那用完了以後呢 你可能會想說 欸我如果下次再教到這個地方 我怎麼教 那像我個人 是因為我剛好教電腦課 那 因為每一個班級一接課 所以 我一個教材要 像我四年級 我一個教材要講12次 在講12次的過程 其實很多人就想 那你幹嘛不錄影起來 直接放就算 但是我會發現是說 當我講了第一次 再講第二次 再講第三次的時候 然後我就一直去修正 然後甚至 當我講完第一次讓學生去操作 講完第二次讓學生去操作 講完第二次讓學生操作 講完第三次讓學生操作 講完第三次讓學生操作的時候 你會發現 那下一次 那下一次可能要怎麼修正 可能要怎麼修正 學生才聽得懂 才能 達成你 預設的學習目標 那所以這個時候 那如果說我們真的要向 教師專業發展理件 或發展性教學輔導系統 去填那些表格 有人有時間嗎 沒有 我自己說一句實在話 我到現在 自從我練習完那一套以後 我再也沒有結束過那一套 因為我根本沒有時間去填寫 根據那些項目規則去填寫 我都是自己想一想好 我就把它隨手擠下來 作為我下一次修正的一句 那這些東西就是我寫思的地方 那有時候開玩笑 我同事跟我講 那你這樣子寫面看得懂嗎 我說當然你不會看得懂 因為你沒有總部我的流程 你怎麼看得懂我寫什麼東西 那所以但是問題是 這一點很重要就是說 省思 在教學答案裡面 最重要這一點就是省思 那當然如果說有其他的老師 願意跟你去做合作 然後給你一些建議 這樣是更好 其實就像剛剛盧家末講的交友 其實有時候早期 出了交友之前 黑客叫偷 偷什麼 偷其他老師的ID 因為 下午 欸 我們最近學校要辦那個園遊會 然後其中有一個錢分真的很厲害 星期一大漲 自己來 把學生做好的海報就去貼 就去貼在校園裡面 因為我們要辦園遊會 但是你會發現 他隔壁班的老師也都這樣子貼 為什麼 因為你看人家前輩這樣子做 喔 你們還可以這樣子做 那有沒有交友 就是看 偷看 像我以前很多 之前的前輩跟我講 他們以前就這樣 看別人在上市 就偷偷的去學習 所以偷完了以後 如果說自己不懂 才開始去討論 那這也就是交流 那問題就是 在經過這樣的 我自己後來這樣的思考以後 我就把參考張德瑞教授的 那個循環階段 我把它定為四個階段 那四個就是從計畫開始 再教學拼量 那拼量應用 就看你用哪一種方式 是指筆 指筆的 還是學習單 然後 省次的部分 那利用這樣的一個 一隻身口一直在循環底下 去改善你自己的教學 改善自己的教學 那 從剛剛在探考的時候呢 那也要參考到 教室專業虛擬的特性 是哪些 有三個 他重視在教師間反思性的對話 就是其實就是探討 交流一些 然後實務經驗的分享 協同合作 然後再去綜合 那個 教學檔案的特性 那我是從德瑞教授 他的特性 他認為特性 應該包含到三點 第一個是蠻型的歷程 第二個是合作的對話 第三個是多樣性的內容 那我綜合從教師專業虛擬的 這個特性 跟教學檔案的特性 那我去綜合規納出來是 我認為如果要去規劃一個 一層學習檔案的話 那個網站應該有四個重要的面向 第一個是要有形式的地方 第二個 要讓你的同儕夥伴去做回饋 第三個 是我可以跟我的同儕去做合作 但是這個部分比較難 真的比較難 那第四個是要可以分享 那根據我先出訂 這樣子的一個著動的面向以後 我去上網去找 目前網路上面 大家比較常用到的一些網路 社交功能上面 有哪幾個功能 可能可以去完成這個 這個部分 那最後找到的就是 利用好友名單 因為有好友名單才可以去做分享 然後再透過開放分享的學習設定 然後去達到我要去做的分享 或者是我跟朋友之間的合作 然後接著 這個時候朋友就可以給我回饋 那回饋其實就是回想 就是就一般我們在部落格上面 你可以回應嘛 那個就是可以做回饋的地方 然後檔案資源下載 當然就是我的朋友 看到我的這個東西 他覺得他想去看看 或是他覺得有用 他就可以去把它下載下來 那根據這些呢 就開始 就開始去 我就開始去規劃 那個 這個平台要怎麼做 那時候就我找 那個台北市三位 在教學打扮製作上面 很有經驗的前輩 那一個是民生國小的那個 鄧主任 鄧主任 還有文化國小的高主任 然後還有一個是 那個教育大學 鋪設學校的張主任 確定老師 那其實本來還要再找另外一個 但是因為他剛好那個時候 他在幫他的措施弄 那不好意思打擾 因為本來我已經透過 我那人去跟他取個聯繫 他本來是說OK 但是 後來覺得他這樣採訪 我們就沒有 那 當我確認以後 我就開始規劃那個 網站的出席 那也很感謝我 立教我們的工作小組 他們就很辛苦去 幫他給開發出來 那開發出來以後 我就請這些老師去做試用 然後試用以後 當然第一間訪問是說 我所規劃出來的平台 的這些功能 是不是那麼需要 因為我可以確認是說 需要的話 我要先做 不需要的話 我根本就拿掉 因為 有時候自己想會想太多 想太多有一些其實是不切實際的 其實到後來 我發現很多我是不切實際的 那我們後來就馬上去做一些修正 然後等到 平台出來以後 然後我就請這些老師去做試用 試用完了以後再去做訪談 然後再去做最後的 把系統再去做最後一步的修改 那 那個時候在出席開發的時候 就有確認到一些比較必要的 然後跟 就是有確認一些哪一些是比較必要的 然後呢 哪一些是不必要的 或者是上者 或者是根本就是不必要的 那就有 比較必要的 大概就是比如說新手手冊 到底要怎麼用這個平台 然後再來是系統功能的介紹 然後見面 然後再來是 比如說討論互動的地方 或者是分類的方式 或者是同才的好友 我們去做設定 然後立場檔案的管理 然後還有素材跟資源搜尋 然後我直接跳到這邊來講是說 我初心開發完了以後 跟到最後面 到底差異在哪裡 第一個是分享方式的變更 因為之前我想的很多 想到多多就是 我希望可以做到 比如說我的好朋友 我還可以分群組 A B C D 比如說可能是一年級的好朋友 或者是二年級的好朋友 那我 當我做出這個 叫案出來的時候 或者是我這個立場檔案 我只分給A這個群組的老師 那 第二份 我只分給C這個老師 生個社群組的老師 D 我只分給S 但是發現這樣子做下去 這個平台可能很難產生 可能要做很久 但是剛剛像主統剛剛盧教授講的 依照我的經費沒有大很多 那開發這些東西 經費也不夠 所以後來最後就把它簡化成 開放給好友 更不開放 不開放的意思就是 只有個人可以看 開放給好友就是 只要我在好友名單有設定 你是我的好朋友 那你就可以看到我所有 有分享出來的東西 那 第二個是 我把稅說筆記取拿掉 因為後來發現 通常來講 老師不會 比較少會在上面去記錄什麼東西 就是說 不是很完整的東西 通常老師不會 真正年往去做這些事 記錄 那時候他就把它拿掉 再來是 調整一下班級基因 就是 歷程檔案 就是第三項這裡 調整歷程檔案下的 那個班級基因的功能 因為當初想蠻多的 就是把了什麼 整合班規 獎勵制度 教室管理 班級幹部 續練機執行 這些基因都是你每一個小項度 然後 在 我還沒有把它定定成 班級自製的時候 我有問我 問我老婆 問我內人 因為我內人比我夾得更準 他夾得更四幾年 我就說 這樣你會填嗎 他說 只會有一句話 我不會去填 要分那麼細 很難耶 太辛苦了 他就建議我 把它改成班級自製吧 反正這些項目 就感覺是在班級管理上面 班級自製上面的東西 可以內容 就是 定一個這個項目 老師要怎麼做 請他自己去想 然後我就 發現覺得這樣也不錯 然後我也就詢問了 那三位老師的想法 他說這樣也很好 然後後來又把它加入了 其實開學前 這個是我參考教室寶典 就是異教網裡面的那個教室寶典 有一個開學前 我覺得這個也很好 那老師以後你只要開學的時候 你再到你的 定成檔案的開學前 這裡面去照 比如說你的家長通知信 或者是哪一些你開學要準備的東西 全部都放在這裡面 那 跟這樣子也OK 那就開始就把 班級經營相當空間做這個調整 然後 再來是 就是 把功能選單先固定 就是 等一下各位 準備 先先進看的話 你到立成群警長 按理所每一個人一進去 就會給你一個預設的樹樁木屋 會給你一個預設的樹樁木屋 但是這個樹樁木屋是可以更改的 只是說我們先規劃好一個這樣子的樹樁木屋 給老師用 然後 專業成長的 第六個專業成長上面就是說 整個 演習 證照跟主辦活動 就 就變成是一個演習活動 就是說 像 假設我今天來當主獎 我自己說回去這 都不一定 我是在這場當主獎的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然後 在素材管理的話 就是把教學資源網站 獨立承擔一個功能 就是 希望可以讓老師去搜集 你平常會用到一些教學資源網站的 就好像是我的最愛那樣子 一個功能 那 最後所揮劃下的 立成學習檔案平台 結構就長成這個樣子 那這也就是每一個 那個 立成學習檔案 一進來看到 立成學習檔案 它就是長成這個樣子 在新手手冊上面有辦理部件 那我們大部分就是採用那個 除了有修改一些 像那個教室專業網站 以及那個的一些之外 有放那個之外 有再去做其他的 然後課程設計 這邊是比較特別的 等一下我會再特別說明一下 就是在第二個課程設計這邊 這一個地方是比較特別的 等一下我會再去做一些特別的說明 因為這個是最剛開始產生的 就是當系統出來的時候 最早出現的 那因為這邊做得很辛苦 所以後來我們有把那個留下來 因為我覺得這個地方 應該還還蠻好用的 然後再來是基本資料 有包括基本資料跟教育理念 然後班級經營就是開學前準備 然後班級自治 然後學習環境布置 學習環境布置就是 你的教室布置的畫圖 如果你有自行設計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放在這邊 那像因為我自己有在用 那我也就設計了一堆 我就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班級的特色 然後親私互動 私生互動 然後班級堪物 然後專業成長 然後回饋建議跟個人省私 那其實這邊的話 大概老師一進來 如果你能 你等一下我會稍微說明到 你哪一些可以更動 哪一些不能更動 然後最後有一項就是選單設定 就是讓你自己去決定 你的樹要長成什麼樣子 也就是說 雖然我給你這棵樹 但是你想用你的剪刀怎麼修剪 你就自己去修改 你都可以修改 沒有沒有特別限制 你一定可以整成這個樣子 那這個就是出版 那等一下我直接點網去看 那這個是2006年的 2008年6月出版上限 出版上限 然後 嗯 進來以後就 我直接切換到那個 衣角網上面 當 老師你等一下進來以後 就是這邊帳號 老師剛剛盧老師 有盧教授講到 這邊有加入會員 那我就直接用我的帳號進去 那這個是我這邊進來以後呢 在右上角有一個個人服務 那個人服務裡面呢 這裡就有一個叫做 歷程學習檔案 那歷程學習檔案進來 那這邊就是預設的架構 好 預設的架構 那預設的架構進來以後 那你就可以根據你想放哪一個地方 你就自己去點 那 接著就是那我現在直接示範如何去做 那個選單的編輯 那在示範的時候 我直接採用那個 教室就會發展領先的項目去做 示範 就是什麼 大家應該很熟吧 什麼 A B C D 我直接用那個來做示範 如果說你想讓你的處長成那個樣子 你怎麼去做 你怎麼去做 那這邊的話 我就來這裡直接去做示範 那我就退 這裡 如果說 假設我第一層 我要讓它是課程設計與教學 那我就直接進來以後 在選單 這選單 這右左下角有一個選單設定的編輯選單 那你就直接進來這裡 直接進來這裡 那這個是預設的選單 那你如果不要 這邊你可以按刪除 但是 但是在刪除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就是 如果你的指 有指向 它沒辦法直接刪 你必須先到你的指向裡面去把 東西刪掉 而且如果你裡面有資料 它不會讓你直接刪 就是 避免判到 就是說假設 像我這裡面大部分都有資料 所以我當然不可能去刪 如果我真的能刪 就是私生悟痛跟班級科目 我可以刪是因為我沒有資料 因為我沒有代班 所以我沒有班級科目 那如果這樣我這裡就可以這樣 這樣確定就可以把它刪掉 那你如果要 你自己再去新增突然 選單就可以 你就可以自己新增 那你預設一進來的時候 你只要按 新增第一層選項 這邊我們目前就是預設只能兩層 第一層就是像 基本資料 班級經營 專業成長 然後回饋建議 然後客人審思 就是教學資源網站速成關 這叫第一層 那我們就只能兩層 目前就只有兩層 所以請老師不要去設定到第三層 那你在新增的時候 你就按新增第一層選項 然後這邊就請你直接把名稱 一樣的名稱寫上去 那這個排序呢 我會再新增 把它改掉 好麻煩 因為我自己都覺得很辛苦 那為什麼 我後來一直沒有去管它 是因為 我的塑裝結構 我過程OK 我沒有要去做修改 但是這邊的話 我覺得 我有一個廠商 跟那個 那個有說過 我就覺得這樣很不方便 那比如說 我第一層 我叫90 把它確定新增 是 然後 在最下面就有 接著 我再去新增下一層 比如說A1 展現 課程的教學能力 我把它佈置過來 然後 一樣 那這個時候 就不用上去的 這裡右邊 當你第一層 然後右邊 它就有新增 這個new叫做新增指向 就是新增第二層選單 你就按new 就可以新增第二層選單 如果你名稱覺得這個名稱不好聽 你就按這支筆把它修改 然後這個是刪除 這個xx是刪除 然後按new 就可以再去新增第二層 那上層的邊 然後它的預設就 剛剛因為我是在 課程設定與教學 去點新增指向 所以它的上層邊 它會預設位是這個 然後我就把名稱再帶進來 好 然後 這邊 我就把它901 好希望可以看到 這好麻煩 然後按確定 好那這邊有一個啟用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覺得 其實暫時不要用好 你就把它先按火 但是通常我想 預設大概不會出改 然後這樣子接了下來 這個架構就出來了 好 那就可以利用這種方式 你就可以去把根據 比如說 如果你想根據的是 發展性教學步道系統 或者是教師專業評鑑 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這個項目 如果你想根據這個項目 去展明那一刻素 就這樣子方式去把它解除了 這樣OK吧 應該其實有點像是 各位在電腦檔案主管新增資料 就好像很類似嗎 就是你現在第一層 可是我們只能兩層 答案主管可以很多層 我們只能兩層 那因為是想說 太多層老師也煩 太多層也麻煩 因為太多層 你光找一個東西也很辛苦 所以就只有兩層 那第一層就是 用這種方式 那只是說 在那個指向那個排序的數字 我通常就會建議老師說 比如說你第一層用90 那他的指向是90 1902 903 S剛做編排就可以了 這個是指向 那我剛剛忘記說明的是 在我們的地層學習檔案的這個呢 不能 你會發現在這個編輯選單裡面 從基本資料到班級經營 到專業成長這些 有幾個是不能刪的 哪幾個 就是新手手冊跟課程設計不能刪 新手手冊跟課程設計不能刪 因為這個是範例 當然這個就是從系統直接鎖定 然後課程設計是為什麼 是等一下我會特別說明 那這兩個不能刪之外 其他的你想怎麼改 就看你自己 就是你的樹狀結構 你要長成什麼樣子 你就自己去做編修 好 那在新增內容其實 就很簡單 因為各位看看 我們的功能好像很多 但是除了課程設計的這兩個 比較特別之外 其他從基本資料到後面 當你想新增某一項資料的時候 比如說我想新增開學前 開學前的資料 你進來了以後 進來以後 這邊就有會出現你的清單列表 如果你曾經做過的話 你知道按右上角的新增 對不起 按新增以後 所有 除了我剛剛講的課程設計 那兩個是不同之外 其他所有的要錢的東西都一樣 就是說這個是公版的新增資料的畫面 公版的新增資料畫面 那第一個就是開放狀態 你是不是開放給你的好友 如果你不想 你就按不開放 你不想你就不按不開放 那如果要你就開放 那我直接就用我之前的來看好了 然後這邊 就這樣子開不開放 你要開放給好友你就點開放好友 然後把你這一個主題名稱是寫什麼 寫出來 然後你的適用領域是在哪一個領域 你就把它寫出來 然後接著佔要 佔要就是你自己可以寫下去 看一下 然後像我這邊就是 我自己就有寫 我再渴 我的 這個是我的一個 因為我上個半期很多 那我不可能 記得哪一半到底上在哪裡 所以我自己有一個 那個紀錄表 那我是記錄說 我今天這個禮拜我要上什麼 然後我的課程是什麼 課程名稱是什麼 課程內容是什麼 然後哪一個半期我上過 因為這裡應該不會有比較詳細的 然後就直接這樣點 這就是我的課 就是我自己的紀錄 就是說 我每次上課前 這個禮拜不知道上什麼 就寫一些 我們說先寫一寫 然後 這個是我自己後面 那個班級要做什麼 哪一個班級上過 應該是講哪一個班級上過 或者是哪一個班級 我哪邊沒講 我就在這邊稍微寫一下 就是注記一下我哪邊 那個班級可能 不論我講哪一些 我下次要補講 然後呢 評鑑的方式是什麼 然後這個評鑑的方式就會 會再去回扣我的座位表 因為我的座位表有 有再去做一些修正 那我就會再去回扣我那邊的東西 然後就用這樣的方式去寫 然後主題 這邊附件就是說 你想上傳什麼附件 然後附件主題名稱 像我這裡就是 我放答應 我這樣放答應 可能看得比較清楚 我剛剛應該這樣做 那這邊開學前就是修改 然後我修改了就是開放 然後課主題名稱 然後適用的領域 然後這裡是 我就補小資訊 然後這邊就寫上 你要寫的話 或你的簡短的話 那因為這樣子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下次要看的時候 你先可以看一下你的栽要是什麼 檔案中管就是 沒辦法做到這一點 檔案中管除非你可以 預覽到你整個那個 但是你要每次都去 把那個東西看出來也很辛苦 所以有一個栽要 可以讓你記錄一下 你這個檔案到底要做什麼 或者是你之前 你有可能要去怎麼修改的 你也可以寫在這裡 然後主題寫出來 然後你就直接 這個比如說這個檔案名稱 你要上傳什麼檔案名稱 你就留在你電腦的檔案 你就留在你電腦的檔案 然後直接按上傳 那只是說我們目前 綠色檔案大小有數 是2.93 那我相信很多老師會覺得太像了 因為現在隨便 隨便便做一下 可能都超過很多 那當然我們 我也會建議說可以再 把這個單一檔案 現在放 再放 但是再把它給稍微再大一點 那好了以後 那這邊有一個叫做 如果自己製作與他的合作 這意思就是說 如果這個東西是你自己產生的 你就選自己製作 那如果說你是引用別人的 或者是什麼 你也可以這樣 至少來講到之後 如果你的好朋友 從你這邊去看到 他知道 他用這個東西 可不可以很純性的用 比如說如果是自己製作 就是說他看我做的東西 那他要用當然沒關係啊 但是如果說我這邊是 我都是引用別人的 那他就要小心 因為表示這個不是我的 或者是我他那次與他人合作 像我剛好 我老婆那時候讀研究 說他們需要一個東西 那我就陪他們一起去做 那我也把那個紀錄下來 那個叫做與他人合作 在哪裡呢 我看一下 好像是在這個地方 這裡 這邊 比如說這裡有個叫 出家護士會本教學 那我是設計這邊 但是呢 這個就是我協助別人做的事情 那我這邊就能記 記錄清楚 那當然如果我的朋友 要用的時候 他就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展平不是只有我而已 好 那就是 我們在立成學育檔案平臺 只要老師 你剛剛 你已經匯了剛剛的這一個 新增的 新增的這一個 這個頁簽 你只要匯了 因為我們目前 主要的基本的新增就是這樣 那我剛剛有說比較特別的是這一個 課程設計的 使用計劃 學期計畫 課程計畫 進度表 這個是什麼 這個比較特別的是 這個會產生 其實是根據我自己的 就像我剛剛不是有那個第一週要上什麼 第二週上什麼 第三週上什麼嗎 那像我這樣子的科目類別 我還合適去做 以 就是說可能在紀錄上面 比較不合適怎麼 以主題活動為主 所以我那個時候的設計方式就變成是 變成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新增 然後下面就是週次一上什麼 週次二上什麼 就是有一點類似像我這樣 但是同樣的道理 一定要有形式 所以我就有多一個形式的欄位 所以當如果說你今天 如果你覺得這個你要用 使用學習課程計畫進度表 你要用的時候 一樣你就按新增 新增的時候 同樣的 這裡的就比較麻煩 有沒有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試用的 這邊就比較麻煩 那這裡為什麼會留的是 因為覺得它有需要 而且覺得我們很辛苦的麻煩出來 雖然說天先起來有一點麻煩 但是覺得還蠻 還蠻好用的 所以就把它繼續留下來 同樣的開放不開放 適用領域 然後適用的年級 那這邊 因為適用的領域 我這邊是以國小為主 所以我這邊 當然是 這裡還是有高中值的 然後設計者是誰 說明 然後按輔存 這個只是你新增出一個 一個活動名稱出來 然後接著 當你新增完了以後 你進來以後 你進來以後 比如說你進來這一個 進來以後 接著你要再去下面 這裡開始新增週次 你每週上什麼 上什麼上什麼 就變成要這樣去做 好 那比如說現在新增 同樣的就開始 這是第幾週上的課 第一週上什麼 單元名稱是什麼 學習 你預設的學習目標是什麼 課程 內容結束 那你上哪一節半期 然後你的PDL方式是什麼 然後你自己的形式跟備注 然後按輔存 這是第一週 這變成說 你如果使用 如果是使用這一個 學習課程計畫 進度表 這個是週次 根據週次 一週一週去做設計 所以你上完一週 你可以把它登記進去上面 那如果你有省思可以看 那今天如果 你的朋友來看 你用的怎麼樣 就可以從省思上面去做看 那使用計畫教學 平量應用 使用計畫教學 平量應用省思 就是我剛剛講的 教學檔案的成長循環階段 那這一個 就是採用那個四個循環階段 四個循環階段 進來以後 一樣 第一個你要先去新增 你要先 你要新增這個 一樣 跟剛剛一樣 先新增 你第一個 活動名稱是什麼 跟剛剛一樣 然後你新增完了以後 那你新增 這邊比較特別是 當你新增完 比如說 這一個 鍵盤 假設我像這樣子 新增完了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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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會出現計畫 教學平量應用 行思與回饋 那比如說你點 你點計畫 那計畫就是 你這個活動的是什麼 其實 那個時候會這樣子設計 其實是有點參考 教案的設計 教案的範圍 去做這樣子的 單元名稱十六年級 這個其實如果寫下 他應該看過吧 就長得跟教案一模一樣 他只是說多了一個寢視的地方 但是這邊的話 預設進來是只有瀏覽的狀態 如果你想改這裡面的計畫 教學平量應用的 你想改其中某一個項目的時候 你必須這裡有一個修改計畫 點下去 它才會進入到修改的 修改的畫面 你才可以去改這些東西 然後好了以後 一樣你如果有附加檔案 你要上傳就按上傳 最後就按儲存 把儲存好了以後 他修改完成 那如果你要去改 教學的階段 或者是你要去改 聘量的階段 一樣是這樣的方式 那 這個是 這兩個 那這兩個是比較特別 是因為當初 要寫的東西比較多 然後後來我再跟那個三位 三個老師在討論的時候 他說 這三個天起來有點奇怪 但是他就覺得 好像不能沒有他 因為就感覺 我們在寫教案 那些甜的東西一樣 所以那後來我想一想 好啊 不要這麼辛苦 因為 除了我們自己甜的人要辛苦之外 還有一個人很辛苦 就是 那個 工程師 工程師很辛苦 因為 那個要設計起來會很辛苦 那所以後來才會有 就是當老師你現在去 其他的那一切 那一切去點的時候 當你去點新證的時候 長得都一模一樣 就是要產生 那我們是希望說 以後這樣會比較輕鬆 那而且如果以後功能 越來越強的話 我們也是希望甚至 我剛剛不是有看到檔案嗎 我直接按修改 直接按儲存 就是說 就是說我剛剛不是有一些 我們是希望比較能做到 比如說 這邊 我這邊不是有這些嗎 那希望以後是說 比如說我直接按瀏覽 直接修改 就好像那個Google的那個 文件人一樣 線上直接開一開 你就不用什麼 再把它下載 存到我的電腦裡面 然後存完了以後 把它改完了 還再重新再上傳一次 這樣太辛苦了 但是 這個的話 就要 工程沒那麼多壞 因為畢竟它不容易做不到 所以說 那我當然是希望說 我自己會比較想說 比如說我剛剛這樣子看起來 點下去 開啟以後 如果我在這邊修改 修改完了 我按儲存 他就直接送回我那邊去 那我是不是就不用再 我現在來儲存這樣 再上傳 這樣就會比較輕鬆 當然 這個是希望做得到 但是 嗯 什麼時候 我們看一下 因為他們講 因為這樣 我們很多機會要做其他事情 他不可能一直focus在這邊 那這邊 這邊大致上的功能 都是長成這個樣子 那這邊 另外要講的是 有關於那個好友的 好友怎麼設定 第一個好友名單這邊 就是進到同儕好友這裡 選擇好友名單 然後進來以後 你這邊就可以去新增 你的好友是誰 好 那新增好友就是你在按新增 然後這邊 輸入的話是以 他在異教王的為主 我們的分享只設定在異教王的會員裡面 所以說如果你知道你的 如果說比如說你知道你對方好友 他有他有交通一教王就把他女生打上去按查詢 如果是你知道他的ID是什麼 就是username是什麼 你就把username打上去讓他查詢 然後查詢出來 然後查詢出來 沒有啊這邊就是可以輸入新增啊 因為我之前新增過 然後 新選擇 好友 沒有啊 好友名單 我記得我沒有把老師加進來 因為 因為我的 教學計畫我之前不會用 對啊 所以說那個 但是 但是我之前這裡面的 都是這樣子查出 就是這樣子去做出來的 好 我這裡面就是這樣去做出來 好 那你也可以把你他的姓名去查 然後他系統會去那個異教王的會員裡面去找 找到他就會出來 你就把他人新增 他就會進到這個列表 那我剛剛說過 目前的分享方式就是 要分享或不分享 要分享或不分享 那你如果一分享了以後 這些你就看得到 那這邊有一個叫做好友分享 就是說他會列出目前 被分享的 就是說你目前說 就是說有設定 在這些教育 逆程學習檔案裡面有設定分享的 他就會做出了列表 那這樣的功 這就是目前那個 異教王的這個功能平台 那這邊我剛剛都做說明了 好 我剛剛都做說明了 好 那 其實今年也很高興就是說 他也可以改版了 其實在衛活2.0來講 沒有什麼叫做正式版 他都永遠都是測試版 因為他有功能 也永遠實際修正 那今年的話 我們就是比較希望 第一個要做到的是 比較希望做到的是這一個 就是有一些預設預計程完成的 第一個是 規劃各校專屬的資源計算列表 因為 之前我們學校剛好教學校務品見 然後他們要看教學檔案 然後我突然想到完了 我只好跑到那個 因為剛好盧教授也是 那盧教授是我們那個評審委員 然後我只好爬到 哇 對不起 然後我只好跑進去那個 評審那邊去 把我的教學網站 教學檔案 看出來給大家看 然後後來想一想 欸這樣不對啊 總不可能每一次校務品見 人家要品見的時候 就把老師教出來 把你的那個議程檔案 教出來給我看 不可以嘛 所以我們就希望是說 可以做一個 學校專屬的列表出來 就是說 比如說今天我有用這個平台 那 就可以有一個列表出來 然後評審委員可以從這邊去看 我的教學檔案是長什麼樣子 我也希望各位先生有什麼問題 呃 教授來現場 呃 問題我可以幫你 評審出來 跟教授 呃 做個請教 好 那個 教授人員 謝謝 來各位夥伴 呃 待會我們在那邊 好 那就大家先報道一下 好 因為我們剛剛在電腦 但是你們差不多也碰到一些狀況 所以在電腦跟大家都補充說呢 那就不用同意 我再講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的 呃 直向內科 我們現在內科科目 下根太少了 好 所以我們回去馬上修正 我們會依照部裡面 擺有 一大堆的那個內科科目 那我們修正完了之後 我們會在贊務公告 我們在一家王首頁 右手邊 那邊有個贊務公告的區塊 好 我們修改完了之後 就會在贊務公告那個區塊裡面 我們發這個訊息 請大家再去點選正確的 本內科目 要瞭解齁 因為是屬於個人 個人系統設定的部分 你暫時先管它 等我們到時候修改完了之後 再去選正確的內科 那第二個 問題就是說 有一些是 它用的帳號是身份證字號 那我們現在登進去之後 在你的頁面那邊 會出現那個 那個 你的帳號 那你的帳號是不是 現在就會是身份證字號 那這樣看起來蠻長 蠻長的 然後 後來我們想過一個方法 就是說 你在個人設定那邊 你可以去做一個設定 就是說 你在登入之後 呈現的 是要用帳號 還是要用暱稱 那如果 如果說你現在沒辦法改帳號 那就請你 改用你自己幾個暱稱 那你去勾選 到時候出現在登入之後 畫面就會是登入 你已成立 這樣叫做我的意思吧 那在還去改完之前 麻煩各位還是辛苦一下 那個登入區 或那個身份證字號 能長就盡量長吧 那再來其他的 如果你有 在使用的過程當中 有碰不到任何錯誤的問題的話 那上面都有很多信項 把那個錯誤的過程 用Email的方式 上面有Email 這知道我意思吧 剛剛可能也有碰到 那你就用那個 我們 我們就會看到 然後我們會先來做修正 好 因為系統 總共做測試之後 才有辦法做修正 那碰到問題 我們 我們會很樂意的來 把他做修正 那請各位盡量提供給我們 有什麼問題 那當然 呃 我只能說 我們不能百分之百的 符合各位的需求 已經 機會有限 然後再來各件事 需求也不太一樣 那我們只能說 一個最大的溫暴數 那再來最後還有一個 就是 呃 有人提到養殖的架構 可能不太夠 因為 根據早上的言行 好像有學年度 這樣子下來 比如說99學年度 然後那個 電力氣低低 然後低百年度 當初我們不想做 這樣子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就怕 老師把99年度 整分 控比一分到一百年度 那事實上對於 積極的負荷量會增加很多 知道我意思嗎 但是 如果有這個需要 我們思考看看 有沒有這機會 如果需要的話 我們最多改到三層 那因為這樣 要寫三層的話 就是四層架構 因為你的資料 是擺在最後一層 那我想 也不要太複雜 因為太複雜 太多層的話 老師會忘記在哪裡 所以 兩難 目前是等於 一個將來是三層 那我們評估開辦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盡量就會變成 比如說一個年度 然後再來 HCPT 再來那個 那這樣最多到四層架構 好 以上 謝謝 謝謝盧教授的人 說明 各位心理有沒有 還有其他問題 好 因為我是 情報中心的助理 所以 有一件事情 我是想要說 就是 以我們群科中心 這方面來看 以我們群科中心 在服務老師這方面來看 就是 我們群科中心 自己有個網頁 那我們會把消息公布在那邊 然後老師自己在上面看 那如果老師他在益教網這邊 他已經有登錄帳號了 那我在想說 那我在想說 是不是有這個機制可以 讓我們知道說 有哪些老師 他已經登錄了 依教網這邊 或者是我們可以把它 就是把它組成一個群組 例如說 我們是一個農業群的話 就是有農業群老師的群組這樣 那我剛剛 我剛剛在上面有看到一些 刑事例的功能 或者是我們有一些公告 可以直接上群組廣播這樣子 我把刑事例定好了 那我們 今年度群科中心 有什麼樣的刑事例 他可以這樣 他可以直接登錄他的帳號 之後他就 自己又會看到 有什麼一些刑事 又是重大消息公告 或是一些延期的事情 他就可以得到這些資訊 怎麼這樣子的功能 我了解你的需求 現在就是說 可能 要有人去把這個群組建起來 然後你要把 有興趣參與的那些人 加到你的好友裡面去 就是你才會成為一個群裡面 才有辦法去看 那如果說要系統 自動去判斷的話 可能會增加系統的孤單 知道我的意思 因為 我們群太多群了 那如果每一個群都要這樣做 那我們還要划通話 譬如說國產國教 那我們 理論上我們的做法 在台北市的做法 是用輔導團的方式 我們是用輔導團的方式 那如果你這一群 你願意 你應該是可以成立一個 類似像輔導團這樣子的 那把這些統統加進去 那我們輔導團 就會有像行事例像這樣子的 那只要是團員 一進來就會看到 這個行事例 所以會是用輔導團的方式 那其實我們也可以想像說 高中職類 職類這每一個職類科 就是一個輔導團的概念 那這樣子去做 就虔誠的東西 就可以做得到 那因為我們 其實義教堂的功能很多 那有很多東西 我們沒有介紹 包括像輔導團 其實輔導團是我們最早 我們最早是從輔導團 開始做這個網站的 裡面有很多功能 包括像電子報 我們輔導團 也可以把電子報 它其實已經都做完了 只是因為我今天 不是以這個為主軸 所以我沒有去介紹這一部分 那當然 這是另外一類思考 因為在台北市 我們可以 跟局裡面請他 因為我們的對口單位 是督群師 那督群師 是管輔導團的 所以我們會要求輔導團 請輔導團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各縣市 我們退到全國之後 就沒有這個公權力了 所以各縣市要怎麼做 我們只能說 各縣市自己 主動去做一些事情 我沒辦法有 比如說我要要求 某個縣市的輔導團 做什麼事 說實際上也沒有任何的權力 這樣了解 我們今天用 輔導團的形式去呈現 那如果說需要什麼協助的話 我們這邊 我們再來試一下都聯絡 好不好 抱歉 抱歉 我就做了跟各位說明 剛才這位是農業群的 群科中心學校 我想了解一下 今天有群科中心學校 來的代表請舉授 我看一下 還不少 請放下 我這邊 剛才 吳教授講到輔導團 其實 群科中心的功能 慢慢也有類似 輔導團的精神 我是這樣建議 因為這個系統 今天 吳教授最主要是 來介紹這個系統的功能 那至於如何推廣 可能要拜託 情科中心 去辦 教學 檔案指揮 相關的研習 那當然有機會的話 能邀請到 吳教授現場去做 每個學校 每個群科中心學校 的夥伴合作學校 能派一個代表過來 那了解了以後 回去 可以更深入到學校 把這個功能 介紹完了以後 等到它會不會 用了以後 我們再如何去把 新的 這個 人結合成 群組 會比較有 可能要有個步驟 那今天各位 來的很多都是老師 那其實我們工作圈裡面 有15個 委託15個 伙伴學校來承擔這個 群科中心學校的工作 其實也 簡潔的附帶了 有這個輔導團的精神 所以我想每年工作圈 都有辦 教學檔案製作的練習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進入的 群科中心的立場 來跟 吳教授這個練習 跟做一些相關的練習 好 謝謝 非常好這個意見 我們也會把它帶回到我們 的圈去 跟其他的群組 全部的那些學校來做 這個 意見的教練 好 還有沒有其他先進 你們 來 如果 如果大家在上面 建立好一些 比如說他也寫了七個五來 或者是一些 其他檔案的資料 那那個畫面上面 有沒有辦法 做出一個 專門過程 或是專門Excel 或是一兩天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保留 他自己的資料 在自己的檔案裡面 對 其實我們今天有想過 要做一個 會出的功能 做一個會出的功能 因為不只是 練習的東西 我們有想到就是說 我這整個 歷程學習檔案 我整個個人的東西 我全部要打包出來 比如說 哪天你覺得說 我在這邊用的不好 我要到別的地方去 我要帶走 這個是需要一個打包 匯出來的功能 那我們 盡量做 好不好 那我們大概取了一個默契 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網站上面 有做任何功能的新修改之後 除了我們當初提意見過來 我們有Email 我們會Email給你回覆 另外 你要牽涉到全面性的修改的話 我們會在帳戶公告那邊去做公告 那你看到帳戶公告那邊有新的信息 跟你有關的 拜託一下你們稍微註定一下 好不好 因為我們不太可能 一一通知 好 謝謝 不知道還有沒有新的問題要提出來的 好 好 我想 這因為時間關係 快到十點半了 不教訓 也怕 錯誤 也怕有允許 那再次 感謝余教授 慈禮瑞掌聲 謝謝余教授 謝謝余教授 那我再次 感謝各位 先進 這個 明天的演習 參與明天的演習 那我相信 今天是開始 結論一次結束 那我希望日後 如果有任何需求 在這方面 剛才余教授的Email 還有 協助的 這個 夥伴 都可以跟他們一起 那當然 剛才我還是亂提到 這個 要推廣這個系統的話 那 全球中間 責務旁財 也要掌握這個責任 好 再次感謝各位 祝各位 身體健康 夥伴性如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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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